不願意把這個事端再擴大 所以呢即便有查到 立法委員有相關的發言 但是他們也不願意再提供了 那除了黃國昌跟徐永明之外 有哪些委員做了哪些發言 他們不願意再提供 並不是表示說他們的指控不對 而是呢我不想在這邊再惹惱其他的人 所以我就不再講了 是這樣的意思嗎 看起來好像是 可是並不表示 法務部覺得他們的指控是沒有根據的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也是除了黃國昌跟徐永明之外 其他的委員都有可能去做了這樣的一個 叫做讓法務部覺得說操弄民粹 害慘台灣的事情 那這樣的事情就很嚴重了 我們就應該要查 難道不是這樣嗎 好 因為我的發言還沒有結束 我的發言還沒有結束 所以呢我覺得法務部今天拿了這樣的一個 這個新聞資料 來 拜託 拜託 尊重我們提案委員啦 我們有程序要發言啦 對不對 我現在的發言還沒有結束 我發言結束 主席沒有這樣做的啦 我跟你講 要與不要 可不可以 對不對 我們就是表決 啊不行的話我們就繼續 對不對 主席你 你哩哩哩哩哩說一堆 對不對 我們很尊重你耶 我在澄清現在在場的狀況嘛 對不對 所以我要把這個事情從頭原油在講 你已經講恩賜了啦 我們聽了很煩了啦 我跟你講 講實在話 你已經講恩賜了 如果我讓你覺得很煩 我跟你道歉 但是讓我把這個 因為你講恩賜 重複再重複 那我們已經 有臨時提案 你也講了要處理 所以我在處理 處理我們尊重你 我在處理 一切照程序 我在處理 對不對 啊你當主席我們尊重你 你不能這樣子啊 對不對 我的結論是這樣 我要做結論啦 對不起 我的結論是這樣 今天跟法務部要的資料 既然是我們的臨時提案通過的決議 法務部就應該要尊重 你就應該要把這些資料提供過來 如果今天 到今天散會前這個資料 這個資料很明確 各位都聽得很清楚 不論在哪一個場合 哪一個委員 經過你們的整理 做了你們指控的這些事情 請你們去整理出來之後 提交給本會 在今天散會之前 如果 今天法務部在散會之前 不交出來 那這個會就不會結束 我們就會延長 我在這邊就宣告 我們就坐在這邊等法務部把這些資料交回來 我來陪你們嘛好不好 我各位 這個各自去忙 好 我們現在處理這個提案 那這個提案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現在就停止質詢 就不再質詢 然後今天這個質詢就到此 就結束 就到剛才休息之前結束 那這個林德副委員要求要表決 那各位對於這個提案有沒有意見 如果沒有意見我們就通過 不是我要求表決 你今天身為主席 不是嘛 你要尊重大家 是嘛所以我現在在處理嘛 我說對於這個提案就是要求啊 我跟各位了解這個提案的意思啦 就是說今天就不再質詢 就這個問題就不再質詢了 好然後我們就結束 今天的這個質詢 我們接下來進入下面的議程 對於林維州 許玉仁 許淑華 林德副 等四位委員的提案 各位有沒有意見 如果沒有 來 意見啦 因為 質詢是每一個委員的權利 怎麼可以你們質詢完 然後就提案說後面的就不要質詢 而且看看今天的那個題目是什麼 是政府對國人遭遣送至第三國 或大陸地區接受司法偵查 或審判至因應政策的專體報告 那為什麼你們自己質詢完 然後就提一個案子說後面的人不要質詢 這剝奪所有立委的這個 獨立行使執權的權利啊 哪有這種東西呢 好 所以林維維你的意思 這個堅持要這個提案要這樣處理嗎 因為針對這個 這個事情喔 我們已經討論過好幾天了啦 那 大家的這個 立場啊 各方面喔 應該表達得夠清楚了 何況我們現在就是說 我提案裡面有講到啦 現在派員到大陸去協商 協商之後回來一定還是有報告 也是法務部要在面臨我們委員會的報告 所以我是提案這樣子 當然還是要經過我們委員會的通過 像之前 我們 延長 或是縮短 這些時間都是可以經由我們委員會 來 做成決議 所以我還是堅持這個提案要處理 根據我們的議事規則 我們沒有相關的規定喔 因為我們只有停止討論 那現在是要求國民黨這個 由林維州委員 這個 提案要求停止質詢 那我們就來處理 好不好 來 請這個 黃委員 我想 主席請你做一個財事啦 因為如果有爭議的時候 你財事看是要停止質詢呢 還是要來協商一下 說明喔 據我了解 立法院從來沒有過潛力 說停止質詢啦 但是這個是提案委員的權利 那我如果做財事 這個委員一定 這個不接受不服氣嘛 對委員的提案我怎麼有辦法才是 一定是大家決定 我只是主持會議 我剛才的處理只是把 這個事情的始末跟大家做說明 然後陸委會的答覆狀況是這樣 那我們當然也可以不要質詢 就是啊 陸委會這種答覆我們就接受了 就接受了 那也是一種方式 但是我要再次提醒說 這是立下 立法院的一個例子啦 就是說 質詢到一半 即便 這些委員的質詢 我們現在自行到第七位 質詢結束 我們有二十七位登記 喔 那麼下一位就是 周陳秀霞委員啦 吼 那我們就不再質詢了 我們就接下來處理 這個 幾個廢紙案 那這不是我可以決定的 這是各位決定的 這是提案委員決定的 我再次強調 過去從來沒有先例 說叫做 終止質詢 選的過程當中 我相信 不管我們對現在的規則 滿意或不滿意 大家對以後國會改革要怎麼講 都可以提出相關的修正 那我比較 因為 所以 停止質詢這件事情 等於是 貴委員會決定要立下這個先例 那剝奪在後面其他的委員 在貴會發表質詢 這樣子 的一個權利 那因此我覺得這個事情知識體大 可能等一下請議事人員先表示法律意見 那第二個部分呢 就是 呃 趙偉如果還記得的話 我們禮拜一最後 在司法法治委員會的時候 曾經有過一段對話 就是 招惹那個時候問說 欸他們那些資料 本來您的財事是下午4點鐘以前要送來 後來沒有送來 那你說啊 為了要讓法務部的官員 大家早點回去休息 然後 再整理其他的資料 那我們禮拜三再接續處理好不好 我當場就表示同意了 沒有進一步做堅持 或者是要為難其他任何人的要求 那今天這個會議 我本來的認知就是 接續的禮拜一 那個時候趙偉所做的財事 跟最後 本來在委員會裡面相關臨時提案 大家通過的處理 那要到貴委員會來進行 呃 尋答 因為延續著上禮拜一還沒有處理完的問題 那我今天坐在這邊突然 呃 看到了立法院 竟然有出現這樣子停止質詢的提案啊 我非常非常的驚訝 那還是希望說 貴委員會在行使這項 不曉得法規基礎違和的權利的時候 可能要特別的慎重 那否則未來其他的委員會 是不是都可以比照辦理 那只要有委員不想要討論 那提出了這樣子的提案 然後我們就開始進行停止尋答這樣子的行為 林委員我能不能跟你商量一下 坦白講因為你也質詢完了 你如果這個案子是說 你放棄質詢 說我不質詢 那大家都不要質詢 我覺得道理上比較講得過啦 我坦白講 這個提案委員裡面 你跟許淑華委員 兩位都質詢完了 然後質詢完之後 停止 林德副委員也質詢完了 只有 林德副委員是第一位質詢 然後質詢完之後 那我們現在停止 大家不要質詢了 那個主席啊 我們可以休息問中 不是 你們提這個 所以我一直在確認 你們提這個提案的意旨是什麼嘛 是說我們以後不要再排 有一種方式喔 是以我們現在今天排完了 我們等他們回來之後 我們再排一個專案報告 這是一種嘛 另外一種是 因為我一直在跟您確認嘛 所以你現在是說要求大家就不要質詢了 那我的 我的困惑跟我的為難是說 你們大家 你們幾位大部分 三位 四位裡面有三位質詢完 然後到我們質詢為止 以後的後面就不要質詢了 這樣子 不好啦 你們再考慮一下啦 好 那個主席 你講的也蠻有道理的 國昌兄剛剛講的也有道理啦 不過我們在委員會裡面 還是常常要面臨 就是說這個 這個行使執權法裡面 超出這樣子的規範 還是常常會發生 比如說 質詢時間好了 規定12分鐘 超出 我們要不要馬上制止呢 如果大家都要全部依照 所謂的這個 這個意識規則來做 其實搞不好是不能運作的 那當然你剛剛講的說 因為我們質詢完了 而提這樣的提議 有這樣的不對等的關係 這個我接受 所以是不是這樣子 那在場的 在場的這個委員也在場 那是不是我們在場的委員 排序讓這個質詢完成 然後我們就停止 尋答的這樣子的 我坦白說 但是 對不對 他不在我們才會宣告 跳過去嘛 那我們現在 您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現在就要另外一個先例 因為我們現在是在報告事項 我們現在不是討論事項 我們現在程序是報告事項的尋答 報告事項沒有暫停討論 因為我們沒有在討論嘛 對不對 所以你沒有程序讓你去提 當然你要去提 只要我們委員會做了決議 當然也可以做 我們可以做決議說 現在要休息 我們要什麼時候再重新開會 當然也可以 所以 來 顧委員 我想有三點 特別提醒大家注意 第一點 委員個人的質詢的權利 是被我們的立法院質詢的行事法所保障的 所以只有他自己不到 或者他自己表示拋棄的問題 我們透過這樣一個決議 不准人家已經登記要進行質詢的人 來進行質詢 這個我想引起的這個問題會非常嚴重 第二個 我們現在並不是進入討論事項 所以沒有所謂動議進行停止討論的意思規則 可以利用 那第三個 我坦白講 我是語重心長 跟各位 這個有黨的委員講 如果今天 今天表決說過了 那麼可以做一個停止質詢的這樣子的一個動議的話 那我想 以後大家也都可以形成先例 那我們 本黨也都可以在一開始 我們都可以對你 林維州委員召集的會議 我們就在一開始質詢說 我們 請求停止 這一個質詢 然後我們表決 今天就不要再玩下去了 要不要種下這樣子的惡例 如果論人數 我講的坦白一點 論人數 我們絕對不會比你們差 那我們只是不認為 這樣子的惡例 是一個適當的惡例 好不好 大家慎重考慮一下 我完全同意你的說法 所以我們希望 將來我擔任趙偉的時候 也要尊重 按照議事規則 所提出來的 而不會碰到類似多數暴力 決議不符合議事規則的決議 我希望能夠達到這樣就好 比如說 要延長或是 繼續討論到 沒有限制的時間 OK好 我們可以接受這樣 完全回歸到議事規則來做 那希望將來大家都能夠依據 這樣子的行為準則來做 OK 好 所以 這個提案您就不見得 我們就撤毀了好不好 好好好 謝謝 好 我們接下來請 周辰秀霞委員 時間12分鐘 周辰秀霞委員不在 周辰秀霞委員 周辰秀霞委員不在 接下來請黃國昌委員 出 謝謝主席先有請部長 請羅部長 法務委員好 部長你好 我們一開始先短暫利用一個時間 確認一下基礎的事實 上禮拜我請教您 就今年1月的時候 菲律賓事件 您是什麼時候知道的 我曾經提示過 那你在之前4月14號 司法法治委員會的時候 說你是當天才知道的 然後我上禮拜 前天在跟你確認這件事情 您還是說你們是上飛機以前 當天中午才知道的 那今天你們提出來了報告說 你們12號的時候接獲通知 12號接獲通知是我們國兩師 是不是 你們有國兩師12號有 他那個不是通知這件事 他們是諮詢 好像是詢問說 這些人在國內有沒有案件 法務部於2016年1月12號收集外交部駐菲律賓代表通報 我國國人某一位先生 我之前在提案的時候 為了保護相關當事人我從來沒有具體點名 結果你們今天在書面報告把人家名字寫出來 我非常驚訝 不過沒有關係你們書面報告不是說 你們在4月12號就收集了這個通報嗎 今天你們的書面報告 部長沒有關係啊您先請回啊跟副司長先在旁邊稍微休息一下 把你們知道的時間跟副司長討論再確認等一下再上來 那個請部長跟副司長可以先下去休息 你們兩個商量一下 今天的書面報告有誤 還是部長上一次尋答的答覆內容是錯誤的 確定了再上來 來有請陸委會 陸委會 報告委員 其實那12號 陸委會一邊開始移動 來請陸委會上來 12號我們是檢察官收到 他們的請求詢問說 問法律問題 他並不是要 先停一下齁 外交部駐菲律賓代表處通報 我國國人某某某 因為在大陸地區設有榨取商業違約金罪嫌 經過大陸對其發起國際刑警組織紅色通報 所以今天這個書面的內容 如果是錯誤的話那沒有關係 我給部長還有副司長時間更正 那請你們兩位先下去 謝謝 報告委員 問一下 來兩位請問來 因為我問的完全是按照你客觀講的事實 沒有一句是我捏造出來的 好來請陸委會 第一件事情請教齁 2月16號貴委會有哪些人員參與會議 本會兩位 一位合研究委員 今天有沒有來 請 那另外一位呢 另外一位嚴科長他已經今天就是 沒有關係齁 另外一位忙沒有關係來 請參與會議的人員 第一個問題 2月16號的時候在當天的會議上 你們有沒有聽過 你們有沒有聽過與會的代表談過 這個我完全都瞭解 但是我希望 今天到場所有的文官 因為我不會憑空問這件事情 我如果沒有相當的掌握 我的個性是不會憑空去丟一些奇奇怪怪的東西出來 所以請注意接下來的陳述 你看我在質詢法務部的態度就知道 我是每一個客觀的你講過什麼話 我都很認真去追啊 我不是按照那種什麼爆炸媒體上面的評論在提問的 請問有沒有人做過相關的發言 確實在會場上有聽到其他與會機關的代表有提到 您委員剛剛所提到的問題 好發言的內容是什麼 就你記憶所及回答就好了啦 因為具體他到底講了什麼東西 我已經掌握了 現在我只要測試我們政府內部彼此機關之間 在針對整件事情上面 事情的原貌是什麼 就你記憶所及那天會議上面 與會的人員所提到的內容是什麼 請說明 那個提案的內容 發言的內容 因為蠻長的 那中間大概我只隱約聽到 有隱約聽到是說 好像我們的這一方的人員 有請大陸公安部的人員到機場去帶人 大概這樣 有這樣子的內容嘛對不對 沒有錯嘛 好 再請調查局那天開會的同仁上來 調查局副處長之外還有哪一位 謝謝 處處長您好 來請介紹一下您的另外一位同仁 這位是我們經濟犯罪處的歐陽敏昌 歐專員 OK好 在那天的會議上面 請問兩位與會的人員 有沒有聽到有人做過 剛剛陸委會所指成出來的那段發言 請請副處長回答 你有沒有聽到 我個人沒有聽 個人沒有講過這句話 你個人沒有講過嘛 你在會議上面是醒著還是在睡眠的狀態 我有在聽 OK好那您記不記得 如果有就有沒有就沒有 不記得我也不會回哪裡 可能是我們歐專員有提到相關的這個說詞 歐專員有提到相關的說詞 歐專員有提到相關的說詞 就是您在您右手邊的那一位嗎 是的 好來我們有請歐專員 歐陽專員 來歐陽專員 你那天在會議上面 就您在相關案件的處理上 我看到會議紀錄我隱隱約約啊 看到有人覺得在第一線處理工作的時候 因為背後的指令不明確 所以導致第一線的工作人員有很大的困擾 可不可以請你告訴大家 在2月16號那天的會議上 您說了什麼 在2月16號的會議上 我當時是提到 在政府對外 不管是遣返 或是做各種共同打擊犯罪 大家能夠有一致的作為跟思維 那當時我提到 就是說 因為討論到菲律賓這個弘某遣返的案子 我是提到 當初 就是說 菲律賓遣返事件以後 公安部 港澳台辦公室的一個處長 工信處長 曾經 曾經 像我提到 就是說 在1月14號 遣返的時候 就 法務部 曾經就是說 在 飛機起飛前 的20分鐘 通知公安部 那公安部 這個公處長 他覺得 這在20分鐘前通報 這個 他公安部還要走 各種他固定的程序 他們實在是很難處理 所以這段話 的確有發生過嘛 來 來再請代副司長 上來 副司長 那天你有沒有與會 我有開會啊 那歐陽先生講的話 你有沒有聽到 隱約有這樣子的一個印象 但是記得不是很清楚 所以上次開會的時候 問的時候 你說話 不是這樣講的嗎 但是現在 人已經到這邊了 還原那天開會的實況了 有勾起你的回憶了嗎 隱約有聽到 那時候我們問他說 怎麼會這樣子講 我們那時候想說 這是怎麼回事 可是因為那天 我們聚焦 是在管轄權的部分 所以我們就 沒有關係嘛 我上一次質詢的重點是 有沒有發生過這件事嘛 那部長一而再 再而三的 跟我說沒有嘛 那我相信部長說的 因為部長當天 並不在場嘛 所以我才拜託主席說 好沒有關係 如果要釐清事件的真相 把所有那天有開會的人 全部都找來 現在那天有開會的人 不是只有一個人 在場 入委會的開會的人 證實有聽到這樣的話 調查局的也證實 有聽到這樣子的話 而調查局的人 現在也做了說明 來再請歐陽先生上來 請問你 上訴的對話 是在什麼時候 什麼場合 聽到的 在1月21號 有一個中華民國行事政訪協會 屬一個代表團 到大陸去做 就是要籌設 兩岸 海峽兩岸 及香港澳門 警協研導會的籌備 還有警務參訪 所以是這位 當場跟你講的對不對 就是在那個公安部 副部長陳志明 一個參序的場合提到 好我方人員除了你以外 還有誰在場 當時是 我在場 只有你嗎 我方的人員喔 我講的是台灣過去的 台灣當時 副局長在不在 當時也在 副局長當時也在嘛 沒有錯嘛 對嗎齁 我這樣說得夠清楚了 好 他當初跟你講 法務部打這個電話的人是誰 因為部長說不是他 我百分之百相信羅部長 但副局長也說不是他 我前面會議通通都有問過了 都不是你們 法務部打那個電話的人是誰 我 這個我在2月16號這個會 我只是轉述 這純粹就是 公安部 港澳台辦公室 公彥平處長 提到我是轉述 對啊 我了解您是轉述啊 我沒有為難您的意思啊 今天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那您在立法院整個審議的過程當中 說出了這樣子的事實 我知道你承受相當大的壓力 但是這件事情我們一定要弄清楚 因為我之前從上個禮拜到這個禮拜 我一直在問這件事情 我得到的答案都是沒有 絕對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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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的消息來源 告訴我這件事情以後 我做過初步的查證 初步的查證就是有這件事情 但是我在委員會上面問話的態度 一開始我都還是用開放的態度 用有沒有這件事 有沒有這件事 不斷的在問 那得到的都是相當迴避閃爍的答案 那前天部長再一次的強調 說絕對沒有 他自己沒有 他相信部裡面的同仁也沒有 所以現在只有兩個可能性嘛 第一個可能性是這個人 他說謊 那他說謊的目的是什麼 是要挑撥我國政府部門彼此之間 的信任感嗎 我們的外交部 我們的陸委會 發生相關的事件的時候 去做了進一步這樣子 馬上去營救人 結果有人通知他們 如果他說的是真的 這件事情很大條 如果他說的事情是假的 那這一位我們的窗口 是在挑撥我們的行政部門內部 你到現在還不願意把陸人 把法務部那個人是誰說出來 那沒有關係 我們可以繼續的追下去 因為時間到了 我尊重主席的才是 好 呃幾位除了調查局這兩位 其他幾位請回 調查局你們這兩位 那天 2月16號是有 參加這個會議嗎 是 阿你們沒有簽到嗎 有簽到 那你有簽到 那你們法務部今天提供給本會的 那個 列席人員為什麼沒有你們兩位啊 有 有嗎 你自己拿去看啊 蛤什麼 這又不是我們 這你們給我們的啊 這也是行政人員給我們的啊 對啊這都圓導啊 這名字都是圓導啊 所以你們確定你們有簽到 你們有 還是你們 都有簽到 阿為什麼你們簽到 部上面沒有你們的名字 因為是圓導 不是 圓導部還在後面 不是啦 2月16號的啦 什麼簽到 我也知道不是委員會的簽到部 2月16號你們去開會 法務部的會你們有沒有簽到啦 你們有確定去開會嗎 有開會 而且還發言了 但是 有沒有 漏簽 那我現在跟你們要的名單 不是要你們簽到部 是要你們開會的人 那我回去有打一次 再打一次 不是再打一次嘛 你們確定一下 但是也找啊 你們高檢署去開會有沒有 高檢署的人啊 有高檢署的人去開會啊 但是沒有簽到部沒有啊 那可能就是那些可能人比較多 可能行政人員分露了 你看這上 我剛剛我也在問 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們現在到底哪些人開會 你們知不知道 你們確定知不知道 你們現在能夠提供給我們的 只有簽到部 所以你們也不知道 誰開了會 如果沒有簽到 沒有不看簽到資料的話 你們也不知道對不對 那不是莫名其妙嗎 你們這是奇怪的單位 然後大家都 都隱約聽到 你們的擴音設備是不好的 大家都隱約聽到 那兩位請回 我們等一下再處理 不好意思啊 好我們接下來請 我先宣告我們今天 因為看起來質詢的委員 不是很多 我們上午的會議到 我們巡達結束 才休息 好我們請王定英委員 謝謝主席齁 我還是請調查局副局長跟 副處長 副處長 還有歐陽麻煩上來一下 是請歐陽調查專員 歐陽先生跟副處長 歐陽先生跟副處長 謝謝你們辛苦 我只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你們2月16號去開會 這麼重要一個會 而且你們就說法律人 不管是高檢署 或者是我們的調查官 你們開會到底有沒有簽到 當天開會你有沒有簽到 跟委員報告可能漏簽了 可能漏簽了 你有漏簽嗎 現在實際狀況不記得了 不記得了 不能確定 你們請回齁 我請那個羅部長 請部長 部長其實我們來討論這些問題 都是希望把一些洞補起來 我也相信 以你的專業跟法律的素養 可以理解 剛才聽到的部分 比方說 現在 立法院要了解2月16號 那開會的內容 就貴部的所屬 提供的參與的名單 跟真正參與的名單 不一樣 你可以接受這樣子嗎 當然不行 所以這個漏簽的事情 我們也要 這個是很嚴重嘛 因為與會的 有發言的人沒有簽到 有發言的人沒有簽到 那這會議就怎麼做啊 開會也要錄音的啊 所以 我不認為是惡意 隱匿了與會的人 但這樣的作業 確實潦草 一個這麼重要的會 牽制到管轄權等等的會議 你們今天提供給國會的名單 是不正確的 這確實需要檢討吧 是確實我們會檢討 那你們是只有一個會這樣子 還是很多會這樣子呢 我們要回去再了解 我們要 希望以後不會再發生這種事情 這不應該啊 不管在什麼職務都不應該 對 也不能說我記不清楚了 模糊了 好像漏掉了 檢察官來開會 簽字都會漏掉的話 那辦案還得了 這不能容忍對不對 是不能接受這種 接下來我根據你這最近的發言 事實上 你也不能容忍 我們法務部的官員 打電話去通知公安部 到機場 我們查過這件事 沒有 你認為沒有嗎 我說你們認為沒有 是認為這樣的事情 不應該發生嗎 不是我們也去查過 我們也打電話問那個公彥皮 究竟是誰告訴他 他講的是誰 他說他根本沒說過這句話 所以我們剛剛認為是歐陽聽錯了 你跑太快了 我現在是說 在你的態度上認為這種事情 是不應該的 你查起來也沒有 我這樣講比較完整 對 你認為這是不應該發生的 才會急著去查 因為查出來如果有的話 那開玩笑 這很大的事情嗎 是 所以你認為不應該有 你查證也沒有 是 我這樣引述應該沒有問題 是 所以 如果有的話 在你部長的任期內 應該要有所處理嗎 是 我們應該一定會處理 這個 不是你做的事情 你也認為不該發生 你也急著打電話去問公彥皮 有沒有這個事情 他也說沒有 你認為不該 你也查證沒有 包圓 不是我打電話去是同事人 OK 會部 那如果查證起來有的話 這個事情就蠻嚴重的 更何況 打電話的人 是誰 誰去查證這個事情的 你說我們 對 你們外部是誰 是代副司長還是陳司長打電話的 是誰 代副司長打的嗎 對他打的 他問了公彥皮這樣講沒有 可是剛才我們在 這個黃委員的詢答當中 他們都有聽到這樣的陳述 他們聽到歐陽先生的陳述 歐陽 所以這裡面 這裡面有兩件事情 就是一個是陳述說 公安部抱怨 抱怨我們這邊部裡面有人打電話 通知他去機場 只剩20分鐘 來不及 這個是真視角代查證 另外一個你請 這個副司長打電話去公彥平問 他說沒有這個事情 我們法律上有個叫串證 我不容許他串證 我不容許他串證 你跟我講完 我善意再提醒 就是這個事情 也在查證中 所以這兩件事情 我希望部長 在你心裡面 都帶查證 因為公彥平講的我不見得相信 是我要繼續查 公彥平講的跟我們所屬的同仁 不管是歐陽或任何人講的 我覺得都應該要查證 是 那查證是就一件事情 法務部的高級的人員 打電話去通知公安部 通知歹人這事情 不容許發生 對 也不應該發生 對 如果他沒有發生過 我們應該還他清白 對 所以你還會不會 進一步去調查這個事情 會 你要怎麼調查 我想想看 能不能讓公彥平跟歐陽先生對話 就是他們自己還原 公彥平公安部這個公處長 會願意來這邊對話 我不知道 所以我才說想 我現在想說怎麼樣再去查 諸如此類的 這件事我非常非常的 這個重視 因為這事情是大事情 這問亂體制 對我很重視 問人容許 那你調查的對象是誰 我們這邊是誰 被指控做這樣的事情 是我要查出來 到現在你有沒有得到的資訊 如果有的話 調查局也是法務部的嘛 難道你沒有去問一下說 你到底是聽他講誰 我們其實不太想跟歐陽先生聯絡 免得又被說串正 因為我們 你剛剛聽就知道 我到目前為止 尋答你 我是認為你是一個 你是一個公正的長官 要去瞭解這事情嘛 是 所以你總是一個調查的對象嘛 是不是次長 不是啊 是不是副次長 不是嘛 也不是你嘛 所以我們要 你總會有一個詢問的對象嘛 對 詢問的順序 就是要先還原說 因為歐陽先生講不出是哪一位 所以我們去問公彥平 他可不可以講不出是哪一位 我們再去問詳細的狀況 如果有聽到的是哪一位的名字的話 不是 如果是有人打電話給公彥平 公彥平當然知道是誰啊 你們部裡面誰 誰會 誰可以這樣直接打電話到公彥平那邊去 很多人呢 其實幾乎整個師都可以 整個 就整個師都可以 幾乎啦 因為兩個都是兩個 這是窗口嘛 因為他是公安 但是我們公檢法師的直接窗口之一 所以我們很多事情要聯繫 那我再請教你 你有沒有問過陳文琦司長 有沒有打電話給公彥平 我有問過 他說沒有 你有問過他 他說 他絕對沒有打過那種電話 他有打電話 但內容不是講那個 他們一直在聯繫想要取得資料 就剛剛有 有關菲律賓這個案子 陳文琦司長有沒有打電話給公彥平 有跟他要資料 他只是跟他要資料 對 沒有提到通知他去機場 絕對沒有道理 因為這個是他們先知道 路方先動手要去抓人的 怎麼會是我們通知他 帶回來的時間是我們 我們知道的嘛 他們可能也知道 因為他們已經經常這個人了 可能我們先排除掉嘛 帶回來的時間是我們知道的嘛 他們應該也知道 因為他們已經在跟非方聯絡 在取得資 部長 你現在要調查的事情 其實很簡單就是 陳文琦司長 有沒有在菲律賓這個案子當中 有沒有在菲律賓這個案子當中 打電話通知中國公安部的公處長 在機場要 我們人要飛離的前20分鐘 通知他趕快去逮人 然後公處長認為這樣時間是太急迫 來不及作業 現在調查是這個事情嘛 那你剛才也說你會繼續調查下去 你大概多久會有個結果出來 這個很難講 因為能不能夠說直接對話 或什麼樣的方式 這個還不是我一個人可以控制的 所以我會努力去查 儘速查出來好不好 因為這牽著法務部的關鍵 這個是很重要的事情 另外有關2月16號 2月16號的會議紀錄我們看了一下 大概分成兩派的意見 有一派呢 外交部陸委會他們認為 避免我們國人在境外犯罪 在國外犯罪 卻被認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籍 被巫人這樣 他認為這不可以 所以他們有一些主張 還是照原定的方式 不管是共打協議把人帶回來 證據提供 我們還是在法辦 那事實上 法務部的檢察官 我看到只要有捐證的 辦的也都不錯 不管申請積壓 或者申請其他的這個強制作為 都做得不錯 沒有捐證當然就很難去處理 但是另外一派呢 大概就是陳文奇司長 代司長代副司長這邊 認為說 懲治犯罪比較重要 也沒有 我們要兼顧 沒有 我們要兼顧兩者 這邊是你們的文字 因考量是否可以有效制裁犯罪 這個是 國際兩岸法律式的表達 我還沒有討論哪個好哪個壞 就是兩種的思維 一個是兩岸師這邊認為說 有效懲治犯罪 所以呢 證據不足無法神之與法的情況下 所以 所以 就是一個便利管轄啦 或者鼠弟 他大概是做這樣表達 報告委員是 因為 就是外交部落委會 就人權的部分 他們已經表示意見 我們也贊成 所以我們再補充說關於司法 我請教你一個問題 就是說 不管根據我們所謂的共打協議的第三章 第八條等等等等 我們都要求 他們也可以跟我們請求 我們可以跟他請求 及時提供證據捐證嘛 還有很多附屬的還有一些條款 所以 事實上 我們兩岸法律師在表達這句話之前 我們是不是應該證據不足 我們是不是應該他要求他隨案付捐證給我們 是啊 就像這兩天台南的 壓起來了 就像之前我講1203那個案子 一大堆人 幾十個人幾上百個人也是壓起來了 是啊 所以只要付捐證 只要兩邊的人都真的想打擊犯罪 這個人要壓來台灣 我付捐證趕快把他抓起來 這個人壓到中國 我們把捐證給他趕快抓起來 這才是正確的打擊犯罪態度嘛 所以 在討論到屬地啦便利管轄之前 我們應該堅持共打協議裡面相關的條文 要求對岸提供相關捐證 讓我們這邊顯而易見 我們的檢察官比他們優秀 顯而易見 我認為我們的檢調司法是比中國那麼優秀 你捐證提供給我們來辦理 這才是正道 沒錯 我們有爭取啊 我們就是這麼想 所以才會說 可是 兩岸私將一表達就認為說 因為捐證不足 不是 我無法有效懲治犯罪 所以就只要給他 那我如果是公安那一批 公安部我認為說 那我就不給你捐證 你就要把人丟給我嘛 不是這樣 報告員您看那會議紀錄裡面也講 除了人道關懷收集資訊這些之外 禁述通知法務部及相關機關 就是要聯繫取證 我也不想 因為後面還有人要發言 我真的建議 尤其最近這幾個個案 你們應該的態度是 簽了協議要有用 根據共打協議 這些人 比方說大馬那20個要回台灣 事實上是 你們跨部會決議要把他要回來的 要回來之前 不管是大馬的警方 或者中共的公安部的部分 應該根據共打協議 把卷證給我們 跟著這20個人回來 那這20個人回來到機場 接下來一個動作 應該是到檢察官那邊 做必要的處理 而不是人丟上飛機飛回來 然後全放了 然後舉國花蘭 還要研究是誰的錯 打擊犯罪這個洞 你們應該把它補起來 是啊 否則這一次人放掉的原因 是來自於沒有提供卷證 而不是誰沒有作為 或誰要求把人交過來 這樣沒有錯吧 對應該要我們 所以我期待你把這個洞補起來 那你們那個調查趕快交出來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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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接下來請許育仁委員 主席好 我請羅部長 請羅部長 許委員好 部長好 我請問一下齁 4月20號我們要組團附陸 那我們對方的對口的最高層級的單位是誰 呃現在直接對話的應該至少是我們跟我們陳市長同等級 說不定會更高 你有掌握具體這個人是哪一個 哪一個部門哪一個官員在什麼層級嗎 我不知道現在不知道 為什麼會不知道呢 因為他們自己在內部安排沒有告訴我們 我們有一直問他們 但是他們說他們人很忙所以他們要調 所以也就是說我們在不知道要去跟誰談 然後也不確定這個人是誰的情況之下 我們就過去了 不是 至少有一位 好就是說那個主任級的我們 跟司長對等的 那部長請問一下 您有沒有跟這位所謂最高級的官員 或是他們認為 可能派出來的官員有 某一種程度上的溝通或是對口過說 這一次協商的內容是什麼 要談什麼 有 這國務兩師在 這個提出 有傳真給他們說我們要談什麼東西 那我們希望達成什麼目標 這些都有提 那我再請教一下部長 我們 基於這個兩岸司法互助 或是兩岸共打這個協議啊 我怎麼認為說到現在 我們在跟陸方交涉的時候 好像是非常非常低下 要去求他們 可以讓我們做這件事 絕無此事 絕無此事 我們都一定是對等尊重 事實上像上次我去訪錄說 他給我們的接待規格是超過我們自己的層級的 好 所以我們絕對沒有說自己去低聲下氣 或者這個不對等之類的 我們絕對沒有這種委屈 下一頁 我 部長我再請教一下 這一次去談啊 談什麼 就像我昨天在質詢的時候 有跟您提出說 在去談之前 法務部或是我們這個團 具體的KPI是什麼 請部長 我們有很多的目標 要探視這些在押的被告 要了解他們的現在的處於的狀況 我們要去 去這個 把相關的證據資料 在大陸手上有哪一些 我們要充分了解 甚至要帶回來 看他們可以提供給我們多少 還有就是說 這個 他們陸方 對這些事情他想要怎麼做 那我們要跟他研議 關於肯亞案 關於馬來西亞案 還有未來的通案 要怎麼做 很多的工作目標 這是第一次我們跟中國交涉類似的事情嗎 為什麼我感覺好像 好像這個兩岸共打 或兩岸司法互助 好像是非常非常的薄弱耶 不是不是 報告委員 過去已經有非常非常多的合作案例 共同破了很多大案 包括走私毒品啊 這些電信炸氣等等 只是因為這一次這個案件 感覺說好像亂了套 好像我們也對對方的做法 哪個部分亂了套請部長分享 比如說我們還沒有收到證據 人就被帶回來了 比如說另外帶回大陸的肯亞的那些人 我們事先也沒有得到 也沒有充分討論 也沒有說要怎麼去共同辦理 人就帶過去了 所以因為有這樣這兩個案子的狀況 出現有一點比較混亂的現象 所以我們要跟他再仔細討論 像這兩個案該怎麼可以 所以這一次的肯亞案和大馬案 我們可以說是出槌嗎 所以以前沒有這樣的狀況發生 那部長我問你 你覺得520之前 我們中華民國政府有沒有信心 把這些人帶回來 具體來說 我們希望 券跟證 跟人一起帶回來 但是能不能達成真的不敢講 所以520之前 我們不確定 中國 中共那邊會不會放人 是吧 不確定 請問一下什麼樣的因素 阻止這些事情發生 還有 如果 如果 法務部 沒有辦法談的話 請問一下 誰可以談 這個我們會據了解 大陸的障礙是什麼 因為據了解他們的民怨也很深 那他們是不是可以接受我們這個說明說我們的 司法的判決等等 量情方面會更合理等等 那我們要去說服他們 能夠說服的話他們可能就會同意 如果說服不了 你認為現在的障礙是什麼 因為我非常非常擔心520之前這些人回不來 而且極度有可能發生 中國現在每三天每兩天就讓他們的官方媒體放出消息說 他們要怎麼做怎麼做 我覺得我們好像是等著他們發球欸 不是 報告委員我們其實有很很充分的準備 我們的策略我們要求什麼 我們就其實理定了很好的這個工作規劃 所以這次去三天才不成我們可能希望更延長 那延長到多久我們都沒有設限 就是希望盡量這一次出團能夠盡量達成一些越多的成果越好 但是因為事情 報告委員確實因為問題也太複雜事件很多 所以這個一次就算是一個星期兩個星期 能夠談到什麼程度是不是能夠全部談完 因為還包括未來通責的建立 那這些都是非常需要這個時間討論的 所以能夠達到什麼程度我們是不敢講 但是我們確實很努力 現在啊我們有沒有辦法有任何的管道去探視這個被拘留的這些台灣人呢 官方或非官方的 我們這次去就是第一個要求就是這件事 好 那今天早上有媒體寫說 中共啊安排特定的媒體進去看守所去拍照 然後去報導裡面的這些狀態 部長我想請問一下我們對這些事情有掌握嗎 而且這些特定的媒體也包括台灣的媒體 這個我不知道大陸是不是為了要取信於台灣社會 做這樣的安排 但是我們這個團 陳市長帶著團也會去了解他們這樣的做法用意跟實際的這個狀況是怎麼樣 部長 520之前啊 你說這一次去談 你們去幾天 目前是規劃星期三去星期五回來 但是這只是暫定 回來的時間 好 那我想問你有沒有具體跟中國那邊要求說 我們中華民國政府希望 520之前把這些人放回來 其實我們是要求更快 希望都不要拖那麼久 事實上我們在開始傳真的時候 我們星期一就已經心裡都打包好了 準備要出發了 好 那部長你可以具體承諾嗎 你的第一要務是把這些人 在所有的證據也可以一併帶回來的條件底下 把他們帶回來台灣是這樣吧 我們會盡量努力 好 那部長我再請教你一個問題 你認為這一次的肯亞案還有這大馬案啊 對於兩岸共打或司法互助的這個協議傷害大不大 我希望沒有 因為其實每一個案件都是大家再去磨合的一個機制一個機會 因為出現這樣一個兩岸的 不管是認知或制度上的落差 雙方就需要去調整 調整之後這個運作才會更順暢 其實過去因為兩岸制度非常不一樣 所以很多的這種銜接都是要花大家 集思廣益用盡心思才能夠把它接得好 所以過去也有很多實際的一個成效出現 那部長我好奇啊為什麼您剛剛有說到 在過去我們台灣跟中國有很多共打的這個 破了很多重大案件 那為什麼這一次會在這個時機點會有接二連三的這些事情發生 這也是我們要了解的 雖然好像從媒體看出來對方的訊息 有些有些是認為對台灣的判決不滿意 或者是認為說那個賬款沒有返還他們 這個等等的一些因素 所以我想我們要再去了解 然後使這些障礙能夠盡量的 在你跟中國的官方溝通過程中 中國官方有沒有對台灣有任何政治上的一個施壓 對於這個兩岸的這個架構政治的架構 希望我們去表態而能夠處理這件事 沒有 確定是沒有嗎 沒有 從委員也看得出來 我從來沒有對政治的事件發表意見 好 下一頁 我接下來我想談齁 我在禮拜一質詢的時候也有提到說 這些國際詐欺案其實不是個案耶 其實在全世界 中國人聯合台灣人在全世界去進行這些詐欺 那我想問說到底我們跟這個國際司法 或是國際警察 我們也加入了Interpol 那我們到底在辦這些國際詐欺案的時候 到底有沒有一套可以落實的SOP 成效是什麼 有沒有辦法具體的提出來 過去的五年內查到多少案件 偵辦了多少的案件 判刑是怎麼回事 這個報告委員 這是刑事局他主導的一個 所謂SOP 就是國際刑警大家共同偵辦這類的案件 所以是不是刑事警察局比較清楚 這個部分可不可以請他們說明 就是共同 透過Interpol 對 警務合作的這部分 警政署副署長 那所以你再跟我說是沒辦法嗎 這個我已經講過這個國際詐欺案 它也不是個案欸 這個全世界都在看 那你跟我說我們不是會員國 但是打擊詐欺部分 我們只要曉得是哪一個國家有 我們會盡量透過各種管道 從外交的管道 來尋求跟他們合作來打擊 好 那所以是有一個管道 然後也有處理的方式 現在 那你可不可以具體的跟我說 在過去的五年內 不要五年好了 就過去的兩年內 偵辦國際詐欺的案件的數量 還有具體的起訴的內容 有沒有辦法 現在不用 你提供給我報告就好了 總共我們從這最近從一百年到現在 我們總共有一百三十一件 總共有一百三十一件 辦了一百三十一件都起訴嗎 但是國際上的是 三十八件一千九百七十四人 但是有沒有起訴 這部分我手上沒有資料 好 資料提供給我齁 對國際詐欺打擊的這件事情 要非常嚴重的去看 不要說這個事情 我們不是Interpol 我們就沒有辦法處理 這個答案我不能接受啦 納稅人也不能接受 好 我們再請羅部長 下一頁 部長我昨天開了公聽會 陳市長也有來參加 這個法務部也昨天有表明說 希望可以推動 台灣成為亞太仲裁中心 這件事情 部長您的看法是什麼 當然贊成啦 如果這樣的話 其實對我們法律服務業來說 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轉變 下一頁 那要 這件事情要發生啊 台灣成為第三地的仲裁中心 有很多客觀還有非客觀 軟體硬體的條件 那當然不是說一天兩天就可以促成的啦 那我在這邊可不可以要求部長 把亞太仲裁中心這個項目 列為520重點移交項目之一 可以 那由法務部來做全權的這個負責移交的內容 昨天我們的會議紀錄還有法界還有學者部分也表達了想法 我補充報告一點就是說 因為他牽涉到跨部會的事 所以現在行政院那邊決定是由國發會 來做這件事情的這個交接 那我希望法務部也進來 這是非常重要的全責單位 其實我昨天已經打電話給邱部長說 所有的訊息他需要的 希望我們做簡報的我們都完全配合 好 謝謝部長 謝謝 好 謝謝許委員 我們接下來 先跟這個法務部提示 剛才優美女委員說他在質詢的時候 他會希望能夠拿到 剛才這個簽到的正本 麻煩好不好 麻煩一下好不好 好 我們接下來請劉世芳委員 謝謝主席 我想請羅部長好嗎 請羅部長 是 部長您最近比較辛苦 我想直接就請教一下 在我們法務部這邊負責跟其他的國家 也就是中國或者是其他的國家 有簽署任何司法互助的部分 是不是相當的少 有好幾個 但是都是個位數真的是不多 沒關係 我可以已經幫你調出來了 我們有司法互助的 簽引渡的國家有12個而已 這裡面呢並沒有包括最近發生事件的 包括肯亞大馬土耳其澳洲等等 那跟我們有簽 刑事司法互助協定的只有三個 這裡面還包括是美國菲律賓跟南非 那簽有民事司法互助協定的只有一個 是越南 所以很多委員都會提到 不管是亡羊補牢也好 或是我們一體適用 包括在2月16號裡面 你們召開了會議 雖然主席是陳文奇司長 但是來開會的外交部的同仁有提到 就針對國人在大陸地區犯罪以後 跑到第三國 外交部最不希望發生的是 這個人具有我國的國籍 當第三國遞解回原屬國時 該人的原屬國被認為是中國大陸 因此外交部處理事類案件 基本上是做政治考量 那在多次的詢答當中 你也特別提到 如果我們要處理現在已經被關押在 中國大陸的這些台灣人 不管他是嫌疑犯 或者是他是犯罪的嫌疑人 請問我們要不要做政治考量 也就是說未來如果我們現在已經派遣出去 是陳市長領嫌的這十個人過去 他會不會要求我們表態 台灣要承認一中 或是承認九二共識 才會繼續進行相關的司法的協商 從來沒有過 他們從來沒有要 萬一他們這樣要求呢 我們根本不予理會啊 不予理會 那是不是就完全不理會 我們這些犯罪嫌疑人 也沒有辦法按照立法院的要求 把他們帶回來 包括捐證 報告委員首先過去他們從來沒有這樣要求過 但是我們的協商都非常順利 我們的最重要的是人道關懷 程序正義跟司法正義 現在這件事情因為還沒有開始 也不曉得怎麼樣結束 但是有可能真的是會碰到總統交接期的520 那同時我要詢問一下 我想你都非常了解 陸委會呢他們的主管機關裡面的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75條 你現在就肯亞的案例 在看到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第75條 我國的管轄權到底有沒有效 這條法條 這條法條 需不需要做修正 還是完全不需要做修正 還是目前為止我們只是表態用 這個都可以討論 其實這個我也沒有訂見 目前我們 沒有喔 這一條非常的嚴肅喔 來 這個委員我跟您報告一下 就是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這個75條的適用啊 這是我們從判決裡面 把他那個 截錄下來的 就是說目前實務上 對於在 類似像這個肯亞案子 就是說被害人在大陸 然後在第三地 的這樣子案件呢 我們主張有管轄權 目前實務上的見解 就是用憲法條文第四條 還有徵修條文十一條 然後還有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第75條的這個幾個規定下來呢 認為說我們有管轄權 那這樣是屬人還是屬地呢 如果是這樣子解釋的話 是屬人 是屬人 那跟你上個禮拜 對 屬人加屬地啦 屬人加屬地 可是 也有屬人也有屬地 就表示有時候屬人 有時候屬地 有時候不屬人有時候不屬地 因為兩岸人民關係 那這有四種不同的機率喔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75條規定 是訪刑法第九條的規定 我了解 但是我現在跟你講說 我們就這個個案 因為它的複雜性 是在於每一個國家 對於他們自己的司法管轄權 有不同的解釋跟說明 跟法律的規範嘛 那現在我們牽涉到三國 第一個我們當然會覺得說 肯亞這個國家 對我們雖然沒有邦交國 可是對我們也太過分了嘛 你也都了解這個狀況 我想要知道了 就是現在我們對肯亞 要不要再要求他們 簽所謂的附助協定呢 萬一我們還有一群人 在肯亞裡面呢 或有一群人還在大馬裡面呢 需不需要先展開 除了對中國要請這些人回來 接受我們的司法管轄跟審判以外 其他現在有可能正要發生 即將發生 或是已經發生了 那結果我們的人全部都靠外交 全部都靠我們外交部 跟陸委會天天打電話抗議 那我們這樣子的一個國家的規範 是不是已經錯失了 原來羅部長你跟準這個司法 那個邱泰山部長所提的 我們要維護我們國家的尊嚴啊 所以我們對於司法互助的部分 對這幾個國家到底有沒有派人 跟外交部協同 或是跟陸委會協同 趕快去看看有沒有可以繼續簽署 司法互助協定 或是共同打擊犯罪的協定 有沒有可能 還是這件事情都還沒有發生 沒有真正做亡羊補牢的工作 是 報告委員 事實上我知道外交部也非常努力 很想跟很多相關的國家 簽這種司法互助協議 那我們其實也很需要我們幫忙的地方 我們也不遺餘力去幫忙促成 但是能夠促成到多少 以外交部他們自己 其實很多有些國家都還在談 這些東西需要兩邊 他都有達成共識才能夠有結果 所以外交部的努力 我們是歷歷在目 所以我覺得委員指示的方向很對 我們也很贊同 但是這個我們會 我可不可以就是把他的這個 談判的這個優先次序先針對 譬如說現在在媒體上 已經出現了像馬來西亞 或者是澳洲 或者是土耳其 或者是甚至還有埃及 還有一部分可能是東南亞的 其他國家等等這些 可不可以先就這個部分趕快去談 因為如果我們很多事情 都是落在中國強大的一個 這個中國的壓力之下 坦白講 我們談出來的結果 會非常糟糕 會非常非常糟糕 會步入肯亞的後塵 報告委員 司法互助 我們跟其他國家簽的 未必要跟中共有什麼關係 其實外交部他現在努力去談 跟他們是主責機關 那跟我們努力去談司法互助 其實一點都不衝突 所以我們說這兩個單位 都是以第一優先的這個態度 去處理這些事情 好那我要再回來 剛剛所提到的75條的部分 我們針對75條的部分 那會不會適用在馬來西亞的這一群裡面 其實現在不是適用哪一條的問題 而是說現在管轄進行的時候 我們如何處理這個已經發生的事件的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去想做一個 第一個盡量維護他們的正當合法的權益 至少在人道考量上面 他們不能受到不正當的虐待 或是不正當的關押 那這個部分應該是一個普世的原則 如果用普世的原則的話 總比因為我們外交部 真正能夠處理的真的不多 我們的外交國不多 都是經過其他的就是只是雙方的互惠 可不可以盡快來處理 因為我們現在國人啊 根據外交部的說法 我們現在已經有超過190個都是免簽證 打個廊都到處趴趴走 一定會發生事情 不是加害別人被害別人都有嘛 都有可能 結果我們的法律的保護呢 這樣子的約束力量也好 保護力量都沒有辦法跟著過去 那我們拿中華民國的護照要做什麼 所以我覺得說是不是也請法務部啊 不管是國際司也好 或是其他相關的部會 能夠盡量在雙方的司法互助 或是共同打擊犯罪上面 盡量來努力好嗎 至少雙方的協議是很重要 但是同時我要提醒一件事 所有的跟我們沒有邦交的國家 大一部分都是因為跟中國有邦交關係 那中國在當地呢 也有相當大的這個影響力 我也希望我們的法務部也好 或是外交部去簽署這樣子的 雙方互助條例的時候 不要去顧慮到中國 告訴我們任何其他的政治考量 好嗎 維持我們國家的尊嚴是相當的重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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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謝謝劉委員 部長請回 我們接下來請孔文吉委員 孔文吉委員 孔文吉委員 孔文吉委員不在 鄭天才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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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廖國棟委員 廖國棟委員 不在 李彥秀委員 李彥秀委員 不在 吳志陽委員 不在 王惠美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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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蔣乃欣委員 蔣乃欣委員 不在 我們請尤美女委員發言 主席還有我們在場的委員 以及所有列席的政府官員 大家好 主席我是可以請多部長 請多部長 謝謝 還有那個 外交部的 黃科長 請外交部 還有內政部移民署的 趙子 趙子股科長 移民署趙子股科長 還有那個 調查局的 歐陽寧昌專員 調查局 歐陽專員 副部長 你們今天提出了這個 2月16號的 這個開會記錄 因為這是印本 然後呢 剛剛出來講話的 歐陽閩昌先生 他們 好像都沒有在這上面 所以呢 我們要 要求原本 你們原本什麼時候可以給我們 好 我們已經請同人去拿 好 所以今天下班之前可以給我們 那我想要請教那個歐葉航專門委員 您剛剛有提到就是你們有去 去中國開這個就是中央警察大學赴大陸地區參與2016年 第11屆海峽兩岸及香港澳門警學研討會的這個會議 那您有去因為這個部分是由這個警政署的副署長陳家昌來賽隊 那您有參與 那您剛剛有提到是說在那個會裡面就是1月23號的這個會 有碰到這個公安部的處長龔彥平他有跟您抱怨是不是 您是有聽到這個還是 這當時是在就是說1月21號 在公安部副部長陳志民他晚宴的一個場合 那個地點是在北京的亞洲飯店 這個場合裡面因為除了台灣代表團還有大陸公安部底下各個職能 還有中國警察協會的人員 所以場面人還蠻多的 當時我記得是龔彥平處長跟我提起 因為我印象會深刻是因為他一直強調就是說在飛機起飛前20分鐘才接到這個電話 接到什麼電話 就是說法務部的電話 法務部的電話說什麼 法務部的電話說什麼我並不清楚 因為這是他只是說提到在飛機起飛前20分鐘才告知他們 才告知他 是告知他去帶人還是告知他 這個實際的這個說法是到底這個我不能確定 這因為這個公處長講話也很快 當時的場合還有一個他大陸的用語或是說跟我們理解也可能不一樣 我想是不是說所謂的遣返或是另外一個名詞 這要就是說他當時跟法務部是怎麼去聯繫的 我只是轉述他當時的一個這個說法 所以就是依照你的了解就是說在1月21號的時候 那你有聽到這個就是中國的這個公安部的他們提到就是 在這個飛機起飛前20分鐘法務部才打電話叫他們去帶人 就大概是這個意思的是不是 好那所以呢在怎麼樣 因為其實繼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事法付出協議 那個這個兩岸的事情 這在法務部他其實也是可以來進行溝通聯繫 在這個整個過程裡面 當時我們也在這個當天就是14號的下午 其實我們也有跟大陸公安部趕快台辦公處長那邊提出要求 請求他們提供資料 您說在1月14的時候 對1月14號 有要求中國公安部那邊要提出資料出來 因為人要送回來台灣嘛所以人捐應該要回來嘛 是 所以後來他們捐證有回來嘛對不對 沒有到現在都沒有 你說菲律賓的那個案子到現在捐證都沒有回來 沒有 公安部都沒有送回來 公安部到現在都沒有送回來 OK 好 那所以呢 因為這樣的情況 因此在2月16號開會的時候 您有聽到還是說 你們調查局也有在提就這件事情 因為在根據這個所謂的摘要發言的摘要裡面 有提到說 以過年104年前在菲律賓發生的案子為例 第一線的法務秘書遇到的困擾是 有時候國內各機關意見不同 那希望經過討論以後未來能有一致的依據 那這是什麼意思 這個所謂的法務調查局的 是您的發言還是 這個 這個 當時是我們 這個 李副處長的 發言 李副處長 就林林蘭 不是 國際事務處 當天開會是國際事務處 李副處長在現場 李副處長 林林蘭是副局長 這上面都沒有他 好 那請 請一下那個 來了 副處長 是 那天您這個2月16號的會議您有在場嗎 是的 是您有在場 所以呢這個 就是這個會議紀錄上面寫的 本部調查局講的是說 各 就是說各個國內的各個機關意見不同 您這所指的是什麼 就是 104年菲律賓所發生的案子為例 您在這個所講的意思是什麼 因為這個紀錄有點簡略 是 這是當時的主席這個 陳文奇 陳市長陳主席 他問到說 法務部 你們有什麼 調查局有什麼困擾 我回答的是說 我們調查局站在 法務局站在第一線 我們最大的困擾 就是國內的外交部 與法務部意見不一致的時候 我們不知所措 希望今天的會議有所措些 好 那您所謂的 外交部跟法務部的意見不一致 是什麼意思 是外交部希望說以政治的考量 因此管轄權在台灣 然後法務部呢 意思是說要以屬地主義跟便利主義 便利法庭的這個原則 所以呢 應該要由中國去審理 是這個意思嗎 不然你所謂的兩個意見不一致 是指什麼意思 法務部的意見呢 他是以屬地 只是受害人所在地 他認為說大陸是 我個人認為說 法務部認為大陸是應該有管轄權的 但是這個外交部及陸委會 他們認為說 因為憲法所規定的 我們法律是集於大陸 所以我們台灣有絕對的審判 必須要把人的錢審存為台灣 所以這上面來講的話 可能有意見上有所不一致 OK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說 外交部還有陸委會 這邊的意思都非常 因為在這個紀錄上面都寫得很清楚 因為陸委會也是講說 國際人犯的引渡涉己主權的象徵 如果涉及陸方的因素 依照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第75條 我國有管轄權 因此陸委會的立場 還是優先將國人交涉回來 受司法調查及審判 那所以這樣的一個做法 也符合目前司法實務 所以依照這個會議紀錄裡面寫得很清楚 就是陸委會的立場非常清楚 依照這個國際人犯的引渡的這個部分 這是主權的象徵 所以不管怎麼樣 就是要引渡回來台灣 那外交部的立場也很清楚 就是說如果說這個國人 在大陸地區犯罪跑到第三國 那外交部最不希望發生的 就是該人具有我國的國籍 當第三國遞解回原屬國的時候 該人的原屬國被認為是中國大陸 因此外交部處理是 四類案件基本上是先做政治的考量 所以要先把人帶回來以後 帶回來處理 所以外交部跟陸委會的立場都很清楚 就是屬人 就是我們必須要把人 因為是國民管轄的這個原則 所以應該要把人送回來 那您說外交部 國防部外交部 跟這個所謂的 這個法國部的意見不一致 所以您的意思是說 因為法國部那邊一直認為 依照屬地主義 還有依照所謂的法庭便利的原則 只要受害者在中國 所以就應該把人送到中國去審判 您的意思是這樣嗎 還是說您認為 因為有這樣的聲音出來 所以你們覺得 讓第一線的人無所是從 到底要把人去搶救回來 還是要把人送到中國去 所以搞不清楚 因此希望在會議裡面 把它弄成一個通案 沒有先我們先副處長講清楚 就是說你們會在那個會議題出來嗎 因為第一個就是我們沒有拿到完整的紀錄 所以我們希望是說 法務部能夠把當天的完整紀錄給我們 那如果有錄音的話 我們希望把你們整個完整的錄音帶給我們 那現在就是說 我們根據這樣的一個不完整的會議紀錄 我們只能夠去 就是所謂的問清楚嘛 我們把事實弄清楚 那這個事實呢 就是您剛剛講的 因為各個機關意見不同嘛 那現在各個機關的意見就是說 外交部跟陸委會的意見是一致的 那跟另外一個機關不一樣 那就是法務部嘛 那為什麼會跟法務部的意見不一樣 那法務部的意見是怎麼樣 你是不是可以再說清楚一下 才會造成你們第一線的困擾 我們先問副處長 我們先副處長講清楚 您先講清楚 你依照您的意思講不用擔心部長講什麼 部長等一下會有他回答的機會 我想這個 馮信嫌犯 遣返是由法務秘書跟移民秘書兩個遣返的 那外交部的這個民大使他是堅持要把他遣返的 那很可能在遣返之前 國內有些 有些這個意見的不一致 所以導致我們第一線 這個在機場的時候 有所耽誤 到最後來講話 還是把他帶上飛機 把他帶回來 我們當天2月16號所開的會議 也就是法務部出來主導這個會議 就希望說國內所有的意見能夠一致 所以那時候您所謂在飛機上 飛機場有所耽誤 就是等於是說20分鐘之前 有人打電話 到中國的這個公安去 您不曉得 報告委員這一點我知道 因為當時他們請教 請檢查 等一下我請問部長 當天的會議你有在場嗎 沒有但是1月的是我知道 因為當時他們問檢察官說 可不可以開G1票或什麼 讓我們的人可以在那邊就押人帶回來 那檢察官是說 因為他在國內沒有案件 所以你不能夠押人 所以這一點意見有點不一樣 因為外交部他們是希望 人帶回來辦案 可是因為國內沒有案 所以檢察官是還特別提醒他們 你不能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因為我們沒有發G票 沒有發這些任何 可以限制他行動自由的一些 這些裁定或命令 所以這個意見上面 是跟外交部第一時間 跟他們期待的不一樣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說 檢察官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這些人的受害人都在中國 都在中國 然後沒有追證 所以你把他送回來也沒用 所以最好把他送到中國去 不是 我們是希望時間暫緩 等著能夠見證回來的時候 再一起過來 這我們始終都是這樣 連這個會議紀錄也很清楚 是在管轄靜和的情況之下 要如何處理 並不是說我們就認為一定是屬地優先 我們也從來沒有說屬地優先 是管轄靜和的情況 如何最妥適的處理 我們一直是這樣一個態度 沒有錯 當然就是管轄靜和 就是中國 因為被害者在中國 所以當然中國有管轄權 就是中華民國人民 我們台灣當然也有管轄權 所以當然發生管轄的靜和 所以妥適的處理 可能就是說人先暫緩 押回任何一個地方 然後談到捐證能夠取得之後 我們再捐證跟人一起回來 OK 但是在你們整個會議紀錄裡面 完全沒有提到捐證跟人跟捐證一致喔 對不對 捐證 人要先把他放在那個 原來的那個國家 也沒有說要先把他送到中國去嘛 對不對 如果說你依照剛剛部長所講的 因為人捐要一起 所以呢現在捐沒有 所以就人等一下晚一點先不要送回來 先把他放在他們的那邊的居留所 對不對 等到你捐證一起的時候再一起送回來 可是在整個會議紀錄裡面 一個字都沒有提到這個喔 沒有 我們這邊講 即時通報法務佈及相關機會 然後後面說要大家討論 第五點 如果應該遣返國內 由外交部跟外國交司安排後續的因素 及涉及兩岸因素要司法附助協購辦理 這個就是指說要取得捐證 所以並沒有說一定不要帶回來 事實上我們是希望帶回來 還可以繼續有效處理 那你看看你的第四點呢 通案原則這本來國際間都應該要尊重通案原則啊 等等他只是說屬地原則最便利法庭原則等 都只是舉例啊 那你為什麼沒有那個屬人原則國民管轄原則呢 等的話也包括在裡面 我想在國際的案件裡面 所謂的國民管轄的國民的這個國籍的管轄原則 這是最優先的 這個也就是法務部跟外交部一直在堅持的 然後這個部分也就是為什麼他們第一線的人會覺得困擾 也就是因為他們覺得國家的主權最重要 所以在世界各國裡面遇到這種國際的管轄的案件 一定先主張這是我的國民 所以你應該遣送回來 那至於說屬地主義或是這個法庭便利的這個原則 那是我們透過所謂的共打協議 再看看說我們這邊到底是不是要共案共同辦理 還是要這個捐贈共享還是怎麼樣 我想這個在我們的這兩岸的這共打協議裡面也寫得很清楚喔 我們的這共打協議裡面也是一樣對不對 雙方同意基於人道護衛的原則在請求方 受請求方即受刑事制裁確定的人均同意以交的情形之下 要接反受刑的這個第四款 雙方同意交換涉及犯罪有關的情資 協助棄補遣返刑事犯與刑事嫌疑犯 並必要使合作協查偵辦 所以呢事實上各國都是說 第一個是我的國民 所以依照所謂的國民管轄的原則 第一個一定是先反制造自己的國家 然後再依照這所謂的共打的這個協議裡面 看看我們到底是要怎麼樣去合作協查 怎麼樣去作農偵辦 怎麼樣去提供相關的情資 怎麼樣去協助的這個 棄補遣返等等這些事件啊 因為你的說法 我們監獄就不可能關了五百多個外國人跟大陸人 所以部長你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我們監獄關不下這些人 所以最好都送到中國去 而且他們能夠立刻的救法對不對 所以在這裡呢我想一個非常的清楚 剛剛二月十六號 就是因為你們讓第一線的人 感覺到說非常的困擾 一方面外交部跟這個所謂的陸委會 在救人 不是救人 就是說要把我們依照我們國家的主權 要把人送回來 結果法國部 因為我們國內的第一個沒有捐證 所以我們沒辦法我們只能放人 第二個我們監獄關不下 所以呢我們依照屬地的原則 這是部長你剛剛講的喔 我只是重複你的意見 不是不是不是 我講的意思完全不是這個意思 你剛剛不是講嗎 對不對我們監獄五百個人 我們監獄關不下啊 對不對 所以最好把他送到中國去啊 委員我剛剛講的是說 如果以屬人主義原則的話 我們就不應該去管轄外國人 跟大陸人是不是 我們所謂的屬人的原則是指說 他是中華民國的人民 他犯罪 就應該回到我們的司法管轄權 讓我們的審判權來管理 然後這裡裡面的證證 這裡面要不要請這些所謂的受害國 他們的人要不要他們一起來 或是我們透過所謂的跨領域的這種視訊 對不對提供這些的證據 這才是一個國家 你今天一直從頭到尾 你知道我們立法委員在生氣什麼 我們在生氣你根本不知道 你到底是中華民國的法務部長 還是中國的法務部長 這要汙蔑我 絕無是汙蔑你 是汙蔑我 對不起 這個游委員各位請回 這個游委員我 我能不能用一點時間跟你說明發生什麼事情好不好 這個根據法務部的這個給我們的這個 這個他們的這個會 開會的會議通知 跟這個 就是短短的兩頁的會議紀錄啊 狀況是這樣啦 就是因為1月發生這個 馮某人啊 在菲律賓的這個爭議 所以法務部在2月就開了這個會 那1月發生什麼爭議呢 那外交部堅持要把人帶回來 但是法務部覺得不應該這樣就把人帶回來 那是這個 就調查局說的在現場發生的爭議 我這樣講沒有錯吧 如果有錯喔 因為我不是在質詢啊 有錯馬上糾正我喔 在座位上就跟我講 糾正我 所以在這邊發生爭議了 外交部要把人馬上帶回來 那所以那個時候為什麼會發生 跟剛才黃國昌委員質詢的說 引述大陸這個這個馮處長 是不是這樣 是請說 部分上次我在那個 國防外交委員會 有跟黃國昌委員做一個報告 發生爭議的問題是說 在那個當下 他們要我們找法務部 轉高檢署 然後找地檢署 找一個地檢署的檢查官開G票 然後呢 讓這個人呢 在境外的時候 人身自由被限制 然後呢 到落地的時候呢 他的自由是被限制 然後可以做筆錄 然後移送到某一個地檢署去偵辦 好那所以呢 我們那時候呢 就問一下說 那有沒有捐證 那就沒有 所以他們問我們的時候 我說沒有捐證的話 我們不可能說有一個檢查官 他們是誰 調查局 當時調查局有跟我們聯絡 上次我有提到 調查局 調查局 那個菲律賓案子 是最早是調查局來叫我們開G票的 我知道 調查局是代表法務部 是法務 法務部的 住外管的法務秘書 還是我們的調查局 我們調查局 因為我們調查局 應該是住外管的法務秘書 就是說外管那邊要這個法務秘書 某種程度可能是要監控這個人 把他帶回來 所以這是外交 調查局轉述外交部的意見 所以他們指的是外交部 對應該大概是這樣子吧 因為我現在只能是說 我們收到的訊息是這個樣子 我們講就精確一點 謝謝 那所以呢 就是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就是要我們去找 簡單講的話 就是如果簡約講的話 就說要我們去找一張 找一個檢察官開G票 讓他們可以走這個強制 刑事訴訟的強制處分的程序 那因為我們就是查一下說 台灣我們沒有通緝他 所以我們不能給他做強制處分 然後我們檢察官手上也沒有案件 所以沒有辦法做處理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用刑事訴訟的程序 來做處理 那我跟大家報告 目前外管 協助我們這些國人 在境外他發生犯罪的問題的時候呢 他的程序是用保橋護橋 急難救助的程序 那今天所有的問題 為什麼 就說好像都集中到法務部 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他們是用保橋護橋 急難救助的程序 所以他們不能對他們做任何人身自由的限制 可是他們又認為說他們在境外有個犯罪行為 他希望我們能夠給他們做人身自由限制 所以馬來西亞案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一個狀況 就是說沒有見證我們沒有辦法開G票 那我瞭解你的意思了 對 所以調查局理副處長您所說的這個爭議是指的 外交部希望限制這個馮某的人身自由 但是法務部表示做不到 所以在那邊發生了爭議 是不是這樣 麥克風打開好嗎 主席我想 當時這個人犯遣返的時候 是我在國內主導這件事情 那我想這個人犯押到機場之後 就我們所接到的命令 就是法務部給我的命令是 人還押拘留所 因為他在台灣沒有 就是這個人犯還押拘留所 因為他在台灣沒有任何犯罪證據 沒有通緝 還押菲律賓的拘留所 法務部誰給你的命令 這個我不知道是誰 你不知道所以是法務部的命令 所以人不要 人還押拘留所 人先不要帶回來 對 但是這個人已經到了 但是菲律賓的拘留所拒收 拒收 然後這個人 這個人這個 沒有辦法 我們回答之後 一定要上飛機 上飛機再給我們指示說 因為他沒有犯任何罪 我們沒有辦法強制逮捕他 請他自行上飛機 我們的法務秘書 及移民秘書 不准登機 我們也就這樣做 但是到了登機口之後 到了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check-in的時候 那個遣送書上面 就有寫TECO 也就是我們的菲律賓住 台北的辦事處 必須要兩人陪同才能登機 所以逼著我們兩位 移民秘書與法務秘書 又在登機 但是我們給他指示 因為他沒有犯罪 他在台灣沒有通緝 對我們不能建設他人自由 對我們不能建設他人自由 以您的說法 就是您本來收到的指令 是我們沒有要把人帶回來 我們讓他還押他的 菲律賓的看守所 但是菲律賓的看守所 拒收了 因為這個人要被他們前 這個等於是驅逐出境了 是不是這樣 所以他們不收 所以我們就只好 把人又帶回來了 所以您收到的指令 本來是法務部命令 您說這個人我們不帶了 讓他回到菲律賓的看守所 那我可不可以問一下外交部 外交部這位黃科長 您了解當時的狀況嗎 您要不要也說明一下 這個案子我們就覺得 越來越有趣了 跟主席報告 我的理解是 就是可能沒有調查局長官 這邊所說的外交部 然後一定要限制這位 馮先生的人身自由 據我在辦理過程的理解是 因為 您是承辦人嗎 您是外交部的承辦人嗎 這個案子都是 致死都是在我們調法師這邊 好那你請說 有關 我是說有關後續的這個 法律的部分 那當時我的印象所及 就是我們租外管處 基於維護我們國家主權 的一個立場 認為說在發生這種管轄權 進和的情況 那因為我們中華民國 對這個馮信的國人 有形式的管轄權 所以 那 我們的 外管的立場 就是先將這個人 平安的 移送回來台灣部分 之後再 接續 可能有法國部在進行 後續他在 對境外德犯罪的這個部分 我坦白講 你請我回喔 我坦白講 跟部長跟副市長說明喔 我站在一個第三者立場 我覺得外交部的說明比較合理 為什麼比較合理 因為他其實管不管這個人的人身自由 他是被限制自由 上了手銬或怎麼樣帶回來 其實不干外交部的事吧 比較合理是這樣嗎 那個委員我跟您報告一下 我覺得齁現在就是變成兩條平行線 對我們處理的是刑事的部分 那只是因為他們 他們在境外說 他們知道這個人有個刑案 在國外有個刑案 因為法國部希望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希望開鞠票 但是我們的檢察官 因為開不出鞠票 所以呢在這邊發生爭議了 那麼調查局的講法呢 是法務部收到法務部的指令 說這個人要還押菲律賓的看守所 他們認為爭議在這個地方 但是呢 菲律賓看守所拒收 然後呢又反復的 一下子要我們派兩個人 一下子又不讓我們的人 又不能限制他的自由 所以我們的人不能登基 就反反復復 但是反反復復的癥結 是收到了法務部的指令 說這個人 這個馮某要還押菲律賓的看守所 然後呢外交部的說法是 他們認為這個爭執的重點是在於說 他們希望這個人 無論如何就是要帶回來 因為他們要堅持這個管轄權 所以這個人要帶回來 那我看到了這個法務部的會議記錄 針對因為 因為你們會議通知是針對菲律賓這個事件 所以開2月這個會議 那麼這個會議 外交部的發言 這是你們做的會議記錄 法務部做的會議記錄 外交部的發言是這樣 他說過去啊 都是我們要把人帶回來 那你現在呢法務部告訴我們 我用白話文講 法務部說如果不是一定 如果你們法務部要說不是一定要由台灣管轄 要對外管人員及民眾還要多做教育 意思是什麼呢 我們過去都這樣做 那你們現在法務部覺得對我們這樣做有意見了 那要對外管跟民眾要多做教育 黃長我的這個解釋大概是這樣吧 是這個意思嗎 對是這個意思嘛 所以說因為你們要求我們改變做法 就是你們要求外交部改變做法 所以外交部說那這樣子我們 外交部看起來是有意見啦 就是說那你們要改的話就要 我們要多做教育 那陸委會就講得更白了 他說這個我們涉及 國際人犯的引渡涉及主權象徵啊 那尤其是如果涉及陸方因素的話 就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他說還是認為應該要優先 將國人交涉回來 受司法調查及審判 也符合目前的司法實務 那陸委會的意見是說 我們維持原來做法是符合司法實務的 那陸委會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看起來法務部的態度是要改變 現行的至少在二月份的那時候現行的做法 所以外交部呢說那你要改變 你要對民眾對外觀要做教育 否則大家還是會這樣做 就跟法務部的要求就會有衝突 那陸委會的意見是說 我覺得還是應該照原來的做法 主席對不起 那我請問陸委會 我有沒有誤解陸委會的態度有沒有 沒有嘛 主席我這邊要做一個補充 對不起你先不要補充 我先把這個我的這個判斷講完 然後呢陸委會就做了最後就做了結論的原則 結論原則呢第一 外交部應立即做下列的處置 就是如果發生了這樣的狀況 第一個對國人進行人道關懷 第二個收集掌握訊息 第三即使通報法務部及相關機關 就過去你們外交部是馬上去要人 現在不現在你要通報法務部 所以過去的主導權是在外交部 我外交部去要人了現在不你們不要要人 你們要通報我們法務部你們可以去做 人道關懷跟掌握訊息 但是外管不可以再去要人了 你要通報法務部及相關機關 然後呢法務部跟相關機關 法務部接到通報包括外交部跟司法警察機關的通報之後 要會商國內相關機關要然後再延期 是否向外國要求遣返國人 這個作業的程序就跟過去不一樣了 就是法務部要來開會 再來做決定說我們要不要去要人 所以為什麼外交部會說這個做法改變了 我們要再做教育要再多做溝通嗎 沒有錯吧 你還要再補充什麼 好那個主席我必須齁還是要把這個時候 這個程序跟大家做一個清楚的報告 就是說目前呢會發生這樣子案件呢 是因為我們外交部外管 他們得到了這些可能被當地政府 羈押的這些人的一個求救 說他被押了 好我不曉得他的原因 有可能他是違反他們的移民法規 也許是有刑案之類的 他們得到了這求救之後呢 我們的外管人員呢會去了解這個案子 然後開始跟這個當地的政府做交涉 好那如果呢那目前為止呢外交部所有的程序 是走所謂的保橋護橋 急難救助的程序 好他是走這個程序呢 然後想要去把這個人呢 就是能夠從這個當地政府呢 能夠把他送回台灣來 好這個程序裡面呢如果他成功了 這個人是很自由的狀態 我們外管不需要有任何一個人去陪同他回台灣 他自己買了機票就回了台灣了 好這是保橋護橋急難救助 那現在呢為什麼我們今天一直在談論什麼 法務部管轄權的問題什麼 為什麼會發生這些爭議呢 就是因為我們的外交部在交涉這些事情的當中呢 發現這個被拘留的這個人呢 他另外設有刑事案件 或者呢是跟大陸有關的或者是跟台灣有關的 譬如說講個比較單純的狀況 就是說這個人呢 你讓我講完 你讓我講完 就是說他如果在台灣他是有通緝案件的話 那我們要通知這個外管的人 讓他要有人陪著他 限制人身自由回到台灣的 我不讓你講完的原因是 你講的跟我的講的沒有衝突 我沒有在罵法務部 你要對我講的如果有意見 你告訴我哪裡講錯了 程序不一樣 不是不是不是 這是不同的程序在做處理的 你沒有在聽我講 我引述你們的會議記錄裡面 就做了這個結論 我有沒有講錯 我有沒有講錯我再問一次 我很客氣 我覺得這是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討論的非常細緻了 所以這個部分呢 有一些我覺得要加上一個很確定的一個場景 就是當下 當場在這個當下在這境外第三地當下的狀況 這樣子可能會更精確一點 副市長你請回 你請坐 我耐著我耐著脾氣 你請坐 我要求法務部清楚的說明 我引述你們的會議結論 有哪裡講錯 如果如果我講錯的話 你不用去做補充 我沒有質疑你們欸 我沒有說你這樣子不對 我只是說這個做法 法務部希望的做法跟過去不一樣 我問了調查局 我問了外交部 我問了陸委會 大家都同意嘛 法務部是希望改變目前的狀態 我並沒有說你們的改變不對 我今天質疑指責法務部 你們要辯解可以 我是在澄清 部長你不用再講了 除非你要跟我說我講的不對 除非你要跟我講我講的不對 你不用補充 我等一下 你請我說明 我等一下會做一個要求 你們可以好好的講 我先把今天的早上的會議 不好意思 我又耽誤大家時間 好 徐國勇委員 徐國勇委員 徐國勇委員不在 林俊憲委員 林俊憲委員 林俊憲委員不在 姚文志委員 高晶宿媒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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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立善委員 張立善委員 陳明文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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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世英委員 蔡世英委員 不在 所有登記發言委員 均已發言完畢 尋答結束委員質詢 要求提供相關資料 以書面答覆者 請相關機關禁速送交 個別委員基本會 其中包括第一個就是 尤美女委員 所要求的 2月16號 當天 這個簽到的正本 那麼請送 尤美女委員 過目之後 因為是正本 過目就可以了 然後另外 有 我剛才 要求要提供的 這個根據我們 呃 4月18號的會議 通過的臨時提案 C的第三點 的會議紀錄 這個資料 相關資料 要在 今天散會前提供 好 然後 委員林俊憲 周陳秀霞等 提出書面質詢 列入紀錄 刊登公報 並請相關機關 以書面答覆 然後 剛才關於 這個1月在 菲律賓 這個逢信 這個國人 所發生的事件 請 調查局 外交部 陸委會 跟 法務部 能夠提交 書面的 專案報告 給本會 這個所謂的 書面專案報告 就是針對這個事件 發生的過程 跟你們所認知的爭議 到底那個是什麼 我們剛才這個對答 其實已經很清楚了 請你們給書面 給我們 在 明天開會前 好不好 這個時間應該夠 就是禮拜四 開會前 好 那麼 我們現在 因為這個 尋答已經結束了 那個事情 我剛剛也有講 什麼資料 不好意思 什麼我不記得 什麼資料 是 好不好 這個這個 剛剛顧委員要求的資料 好 我們現在 休息 下午繼續開會 哪一個 廢止案 要先處理 好 對不起 我們上午要處理 現在審查廢止案 請問各位委員對廢止案 有無意見 如果各位沒有意見的話 是否同意予以廢止 好 那我們就宣告 監獄組織通則 看守所組織通則 法務部介治所組織通則 法務部技能訓練所 組織通則 及法務部矯正人員訓練所 組織條例 等案 予以廢止 以上廢止案 均審查完訓 擬據審查報告 提報院會處理 不需交黨團協商 院會討論時 由召集委員本人 這個說明 上午議程到此告一段落 下午兩點繼續 並案審查 公職人員立議衝突回避法 修正草案 現在休息 謝謝大家 兩點 下午兩點 一半 二十 三 八 六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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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说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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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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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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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这样 各位各位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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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 感谢观看 应该是可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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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可以進入他的配偶當機要人員 這跟法務部他們的這個認知上面 這個實務的操作認知上面是有出路的 好 謝謝 法務部的意見 這個彈書呢 財經部認為說這個會跟 我們那個工人進入法律有衝突的話 這一點我們法務部不堅持 法律不是衝 它那個辦法 它那個是 你那個是法律嗎 包委員這個是公元任用法的規定 即便跟法律沒有衝突也是很奇怪 你這個縣長夫人跑去被機要任用這個是很奇怪 或者縣長的弟弟妹妹 來 請周委員 這個後面有寫說各級民意代表聘用助理 那我們這個利衝法是在規範就是說利益衝突 那是在職工職人員執行職務的時候 考慮這個利益衝突 那事實上聘用助理應該不是算執行職務吧 您說明這個是因為公職人員的親屬 他譬如說他的兄弟姐妹是他的關係人 也就是說我不能去任用我的關係人 當我的這個公費助理 就譬如說這個民意代表的公費助理 這樣就是給他這個叫做利益 是利益但是不是執行職務啊 但是他會被規範 所以在我們的這個利益上面 包括他擔任的這個職務 他聘用聘任聘用約故臨時的禁用 這個公職人員的公費助理 他如果用他的兄弟姐妹擔任公費助理的話 可能就會有犯到這一條 那這一條是叫做蔡玉宇條款 因為蔡玉宇提出來的 所以他們在地方上常常這個 公費助理會用自己的兄弟 是這個意思嗎 這個解釋上當然是一個非財產上利益 但是應該不是在這邊規範 因為我們是在規範利益 執行職務的時候的利益衝突啊 你聘用助理是執行職務嗎 跟執行職務沒有關係啦 因為這一款他規定的是跟職務無關 是需要利益的衝突 因為我們第五條有一個說 作為不作為直接或間接獲取利益 這個利益就包括這個財產利益 跟非財產利益 那非財產利益裡面呢 我們第二項就是第四條第二項說 這個所謂非財產利益包括聘任聘用約固 那像比如說蔡玉宇要請他太太 擔任他的助理在嘉義縣的公會助理 那這個也是水批 因為像立法院來報支啊 所以這個會切實在這個矛盾 過去我們也解釋過啦 說公主人員的 禁用的那個 各級民意代表聘用助理人員 不包括在內 那 有解釋過 但是這裡把它寫得更清楚 因為上次蔡委員有提到 但是我跟各位委員說明喔 這個風險很高啦 也就是說你用你自己的關係人 來擔任這個公費助理 那通常因為這個過去 尤其是地方的議會 過去立法院也沒有調查過 就是這個是不是人頭啦 支領薪資的人頭 人頭當然不行啦 但是這個先天上會有風險 但是因為委員提出來 那時候當時開會 大家都覺得有道理 所以法務部做了這樣的修正 這樣的修改 那如果我們把 後面這個 但公職人員 這個但公職人員 禁用機要人員 集這個部分把它劃掉 就變成但各級民意代表聘用助理者 不包括之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 有用不包括之還是用不在此線啊 這個劣己式的啦 過去也有不包括之 也有這個用過 我們查過也是有啦 好 來 周委員 抱歉就是說 如果特別這樣民視的話 會不會讓外界認為 我們特別土力民意代表聘用助理 聘用自己的關係人擔任助理 是現實上有這個問題啊 尤其在地方齁 地方民意代表很多東西 自己會親切啊 這個東西就是說 這個東西就變成說 我們自己 我們要考量啦 就是我們的斟酌啦 就是實務上 他不是因為他為了土力某人 而且他信任他 但是我們的處理就會變成說 我們在處理民意機關 跟處理行政機關的標準變不一致 來 請林委員 在座好像只有我有選區的那個 聘請助理的問題啦 對 在地方上喔 常常會聘用自己的 就是二等親 對 我跟你說 我有四個服務處 你也有喔 我有四個服務處 有這個問題 我有十三個服務處 十三鄉鎮喔 總共二十幾個助理 在地方上 不包括國會 那 會聘用自己的人 那如果領錢 因為 這個喔 所以 如果不用工費助理就沒有問題啦 沒有 剛剛講助理 不是不是 你如果用自己人 當 譬如說你的關係人去當 用他職位 當助理 這個錢 不是從工費支用 是沒有問題的 那就沒有問題啊 沒有 沒有實際土力到他嘛 對對 不是 是啦 但是你不是用工費啦 是 是 就沒有問題嗎 你報支到立法院列策的 領薪水的工費處 我覺得這樣應該OK啦 可以啦 嗯 可以 可以的意思就是說 可以是把它刪掉可以 沒有 通過喔 欸 就是說不包括支 我們這裡是讓他們可以聘用 二等親的 對 如果通過的話是這樣子 包括 這個 各級民意機關嘛 我們這個各級民意機關嘛 我們這個各級民意機關是從哪裡開始起算 代表啊 從鄉鎮市民代表 到議員 到立法委員 都在 包括在內 只要這個排除了就是 他這些 都可以聘用 都可以聘用自己的關係人 做為工費助理 可以喔 就是可以 可以來領錢就對了 欸對 沒錯 不能做假 如果這樣的話各位可以接受嗎 有意見嗎 會不會說特別對我們 剛剛提到是說對那個民意代表特別鬆 這個就是食物上面跟觀感上的這個衡量 我的話我認為可以把它去掉啦 不用特別對我們比較好一點 可以把它去掉 但是蔡委員我不知道 我知道啊就是 那就不能領錢而已啊 蔡委員的意思不是說他個人啦 他其實我坦白講 因為立法委員 尤其是區域的立法委員 因為他用了助理很多 其實公費根本不足以致應 坦白說是這樣 所以立法委員 是不是 這個關係人 當公費助理 影響比較小 他的意思是說 因為你其他的 包括議員 或者是 尤其是這個縣市議員 非直轄市議員 跟鄉鎮市民代表 因為他的公費助理的名額很少 然後他用的助理也沒有那麼多 所以他大概用的助理多半就是公費助理為主啦 那他信任的可能就是他的關係人 所以那個影響會比較大 過去是用解釋 因為現行法 那現在我們把它寫清楚 也許 這個委員 那個是我們講的關係人 現在我們講的是利益 第三條是關係人 第四條是利益 這兩個不相干啦 因為 因為他這個領薪水不是跟公職員領 是跟機關領 所以坦白講 合理來說 是應該要被拘束啦 因為他是跟機關領 這個齁 我覺得應該要被拘束 因為像我在先議會來講 先議會大概是有兩個公費助理 那個8萬塊的公費助理 那很多人就是直接找太太來領 拘領 來聘用 或是找家裡的人 然後就是 那家裡的人領就是等於自己領的意思 然後事實上還是他一個人 所以常常被被詬病 說沒有實際在做助理的工作 但是是去拘領那個錢 所以 好啦好啦 所以我覺得 第四條這個 這第幾項 第二項 第二項的後半這個整個拿掉吧 淡書啦 淡書 都拿掉了 我們再跟 再跟蔡委員再溝通一下 好啦我們就照 法務部修正版本修正通過 前韓式就是可以的 那現在拿掉後 是照以前的韓式 就還是說就不行了 限制會比較嚴格 對立法院影響小 我坦白說 對立法院影響小 立法院有現在已經有很多人 都是聘用自己的家人 在當他的助理的啊 那你就變成就是他們全部都在做 那就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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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他是實際 他是實際在做事啊 我知道是實際工作 他是實際工作 那就好像 縣長的弟弟 用機要人 縣長的弟弟 或者是什麼 我不曉得啦 他也是實際工作啊 這個我們就變成 怎麼講呢 這坦白說 我這個也真的很為難 但是 實權 其實立法委員你只是質詢 你並沒有什麼實權啊 這倒不是實權的問題 這個是說 你的關係人 因為你的關係 去 譬如說我的關係人 可不可以 我的弟弟可不可以當林維洲的助理 應該是可以 應該是可以對不對 但是他不能來當我的助理 交換是吧 交換是吧 但是這個會 老半天然後該訪的訪不到 然後呢限制到了 真的就是說 真的你這個法真的是在規範好人 不是在規範好人 但是是這樣啦 就是這個不是好人壞人的問題 這是道理的問題 就是這樣子 你的 你的關係人 因為你的關係 來領這個機關的薪水 因為有爭議 那是不是說啦 但書還是留著 加上就是民意代表 聘用公費助理者 不包括之 寫下 不是 你不是公費助理 你管不到啊 你怎麼管得到啊 說明欄再把它寫清楚 我們把說明欄再加上去 就不會 對啦 我們說明欄寫了 以後就也許會減輕 立委的壓力啊 委員的壓力 怎麼減輕啊 不是我們說明欄講清楚 為什麼 需要這種狀況啊 你意思說 這個條文把它拿掉 彈書拿掉 彈書加留著 但是我們在說明欄裡面 把為什麼公費處理 不然就是立委的處理 對 民意代表的處理 要留著的原因 過去我們有請示過嘛 把他也差一段進來 經過林維州委員 拿新竹縣議會做說明之後 似乎不宜留著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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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那個喔 我們現在只要來分辨喔 說 作為一個民意代表 明顯的民意代表 跟明顯的首長 他們在聘用 關係人當做他們的助理 這樣要不要兩套標準 兩套標準有沒有道理 就思考這個問題嘛 就 民意代表 然後我聘用我的關係人 二等親當做我的助理 跟縣長 我聘用我的二等親 來當我的助理 秘書 那個公務人員 那絕對被規範的嘛 那我們這邊不規範 這樣有沒有道理 講得通 好啦 各位同仁 我來承擔責任啦 就是 把他彈書拿掉啦 好 好不好 我們照 行政院 的修正版本 修正通過 那個法務部的修正版本 第五條 第五條 沒有修正 沒有修正 沒有修正齁 第五條 各位有沒有意見 跟現行條 沒有啦 第五條沒有現行條 跟現行條一樣 跟同樣齁 好 第六條 是針對應該自行回避的原因 還有践行要通知的義務 就把這個程序 定存主委 這個就是公職員知道有應該要回避的 譬如說 有哪一個案子因為有誰的狀況所以我應該要回避 從第十條開始嘛 就是從明代 就不能表決 那其他公職員要停止各職務的進行 就別人的代理來做 第十條以下這個問題 所以如果假設這樣的狀況 我不太能夠理解 公職員只有利益衝突之情勢 應自行回避 那我回避的時候我要書面通知 譬如說 這個表決跟我相關 那我就要書面通知立法院 說某一個表決我不能參加 那我如果不通知呢 那我也不參加呢 那我就違法了 我沒有參與表決啊 他書面通知應該是說 我要去說明說為什麼我可以參加 才去通知啊 那我本來就應該要回避 那我既然知道我何必通知你 我不參加就好啦 我通知你要幹嘛 我通知立法院說 這個因為我牽涉到利益回避 所以我不參加 針對沒有通知並沒有 後面沒有定法者啦 意思就是說那我為什麼要 我以立法院為例啦 就是我為什麼要通知 民意代表應通知各該民意機關嘛 那我 因為我有應該要回避的 所以我要用書面通知你 這個我應該要回避 他會有具體會有哪些事情 所以我需要書面通知 譬如說以民意代表通知民意機關 為例好了 因為這裡面可能有可能是牽涉到法案 或牽涉到行使同意權 那你有可能是只是 好在討論的時候說 欸這裡面可能牽涉到利益回避 那你這時候要趕快再去補書面的 去通知立法院 我也覺得這有點 這樣就是說 你說你應該當場回避紀錄 對啊我就說 喔這個我回避 所以這個地條我不參與表決 或者是說這個行使同意權 假設我們行使 考試委員的同意權 那因為那個被提名人是我的關係人 所以我就書面通知立法院說 那你就不能有我的選票 那我是叫利益回避 我不叫缺席 是這樣嗎 因為通知的話 需要讓它透明化 讓大家都知道你為什麼回避 對啦可以檢視啦 通知是這個目的而已 就是邱怡營就不能去審 客委會的預算 他就要通知立法院說 啊因為那個客委會 那個主委是我的關係人 讓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因為有時候到他到底是 臨時因為生病不能來 所以沒有表決 還是為了回避而不表決 看看有沒有 如果再明代表這一部分的話 那你這個就不需要去法律去規定 他一定得這樣做 那我不這樣做 我不能違法 是二三款 其他工程人員有規範 那明義那個 那個明代的部分呢 如果認為就這樣沒有規範 不必規定 看起來也我想不可 不要 檢察院不曉得有沒有意見 這個利益到底有多遠啊 就像說 今天 今天 立委的配偶任職司法院 然後他就不能夠審司法院的預算 然後他配偶任職行政院裡面的一個部會 他也不能夠審行政院的預算 那就全部都 但是不能參加那個委員會 他在討論的都跟那個 他的配偶有關 都委員要退出了 因為還要限於有財產 還是要回歸到第四條的利益 就不是利益吧 審法案不是利益嘛 我假設一個狀況 我們這樣看啦 我假設一個狀況 審死人是同意權 對不對 那有可能就會牽涉到 利益嘛 對不對 那你這個所謂的是 個人的利益 或是機關的利益 這我們不知道啦 這中間怎麼樣去做奮計 涉及到第四條第二款的任用嘛 同意以後才能任用 或是同意以後才能出 所以那是屬於人事的部分嘛 是任用 是應該有 審預算是針對機關 不是針對個人啦 這應該是 這個就不是利益 不算個人 我們做委員他審 那個 司法案預算 他不是 他不是為了司法案 那如果說 如果說他的配偶是司法院長 那他可不可以審 不是給院長本人啊 我們規定說 配偶只能去刪預算 不可以 那裡面有特別會 刪預算 刪預算 就算大公無私 刪預算是刪到司法院 也不是刪到那個廳長個人 都不會啦 應該就不會 但是如果涉及到廳長本人 那裡長別人 叫人家不可以刪 就不行 這刪機關不是刪個人嘛 不是刪個人 這個應該沒有 這個是解釋的問題啦 這個我們 在這個立法很難去處理到 規範到那樣的細吧 那是解釋的問題嗎 那其他的公職人員的這個通知 能不能說明一下是什麼樣的狀況 我們放在具體的狀況來說 譬如說什麼樣的狀況 他要通知機關或者上級機關 報委員 以監察院的例子來講 我們會收到譬如說法官 他法官擔任他們 法院裡頭的相關 可能是涉及他配偶的烤機 或者是獎金的發放等等 他就會來跟我們申報 需要自行迴避 但實務上來講 有些法官會依照原來現行條文 來跟我們報備 有些也不見得會報備 但是沒有報備的 依照現行條文來講 也沒有法則 所以算是訓事規定 主要是陽光法案透明化這樣的目的而已 以上說明 現在的修正的版本會有罰則嗎 也一樣沒有罰則 他只是規定說你要用書面去通知 你就不能用口頭告知 不能說口頭說因為 我要打烤機 但是我參加這個人評會 或者是烤機委員會 但是因為裡面會牽涉到我的關係人 所以我就要迴避 所以我們會讓這個 是不是會讓迴避的程序變得複雜 這個條文會不會讓迴避的程序變得複雜 就是你本來是 本來就應該自己要迴避 你要自己去做處理 那你如果沒有被迴避 會被指責 對不對 那我現在這個條文是規定說 那你不但要迴避 還要書面告訴我 說你迴避的原因 讓我知道你為什麼迴避 嗯 也不是不可以啦 但是 但是他具體的實意是什麼 因為的話 比方說通知的話 他可以指定 那個職務代理人 他能夠要進行 不然的話呢 放著 沒人管也是一個問題啦 那有的不知道你為什麼要迴避嘛 所以 践行通知呢 是讓他可以做快速的 來處理耳後的事情 這是通知 需要通知的原因的 當然我們針對通知 以否 並沒有做後續的 這個懲罰性規範 只要他自己 践行回避 我們著重於是 他到底有沒有去回避而已 沒有去回避的話 就有處罰 著重後續行為 不著重於通知啦 那這個通知 如果大家認為說不需要 那可能就是說 以後大家要摸索 就機關要去摸索 他到底為什麼走 為什麼臨時這個案子 放著都不辦 也許 好吧 各位同仁還有沒有意見 看起來也沒有很嚴重 定了也沒有很嚴重 不定好像也不是很 好啦第六條 如果大家沒有太大的意見 我們就照法務部的修正版本修正通過 第七條 這個利害關係人 申請回避 的條款 因為基本上 然後後面是一個程序上的規定 要 就是 就是員機關要處理 上級機關要處理 這個 還有救濟的這個機會 複解的就是複解的機會 程序法也有這樣的規範 這三條有規範 這個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我們就照行政院的版本通過 第九條 第九條也是職權 職權命回避的問題 好 如果沒有意見 我們就照行政院的版本修正通過 第十條 第十條 是針對前四條 這個自行回避 申請回避 還有職權命回避 這個規範 後續要怎麼處理 做一個 嚴格性的規範 依前四條規定回避 依應下列規定辦理 民地代表不得參與相關議案 審議與表決 其他公職員應聽 那我問一個問題喔 譬如說在我們司法法治委員會 假如說要審議律師法的話 那我們有律師身份的委員 就不能參與審議 是這樣子嗎 會不會 不會啊 因為他沒有利益 因為他沒有利益 一定有利益 不要說一定 因為他這是行業利益 但是你現在沒有執行職務 沒有執行律師職務 那是以後現在沒有 現在的工作 你並沒有執行律師業務 那這個跟立法委員 那個行為法會有關係 那不行 你不能執行業務 那一邊當議員 那立法委員 那個規劃 那個 那個當立法委員 可以 現在可以執行律師 可以 現在可以 可以職業 但是醫師好像不能開業 都可以 為什麼 我沒有認真研究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可是 我們現在的 律師同仁是可以職業的 是可以 但是我們 那個 當初 黨內有要求 我們要切解 對對對 是可以的 那現在有修正 我們國會改革方案 草案有修了 那是還沒有過 我只是 我只是問這個問題 說 那這樣子 會不會有 不得參與相關議案 這個相關議案的範圍要怎麼定 這就是解釋的問題 對不對 我的意思不是說要迴避 我沒有 我只是說 那這個東西 因為我 我這個 我這個會想到很多問題說 那事實上很多公民團體推派的 立法委員 那他也要迴避相關的議案嗎 不會是這樣子認定 因為這不是利益 不是財產上利益 也不是非財產上的利益 那我們這個有沒有辦法 在立法說明 能夠把他講清楚 我怕以後有人這個 他是變成無限上綱 開始去挑戰你 不 不過有人我是說 你們兩個一定有可能會碰到這樣的問題 你好 我可能在 不是啦 對啦 我們這個其他的政黨啊 或是其他的這個 他說明就拿這個東西 就來跟你挑戰 就是你看你 那我們這裡吧 那我們就下一 說明把它解清楚 像這個很多專技人員 專門職業技術人員 那部分的話 對啦 不是他個人 對 因為我們第五條需要本人 跟關係人的利益 那如果是單純神話 因為這個東西要怎麼樣去處理這個奮計 譬如我舉個例子好了 我們過去有這個 我們 我們假設齁 這個這個 市長假設一個狀況 我們假設某一個委員 他的關係人是經營醫院的 假設啦 經營醫院 那他在處理 健保相關的法案 或者健保的 這個這個給付的政策的時候 這個算不算 這個這個不算嗎 整個的政策是所有醫院適用的 不是 整個醫院嘛 他是一個醫療系統 他不是單醫院 今天如果是整那個 那因為那個東西很明顯 健保給付是牽涉到醫院的利益 當然啦 當然這個是直接的利益 這怎麼不是直接利益 這個就是直接的利益 這個是間接的利益嗎 他是醫院的老闆 那你健保怎麼去給付 怎麼去祭典 因為他不是 因為我們這裡強調的是個人 本能跟個人的利益 比方說財政部他要提出減稅措施 那財政部長自己也減稅啊 我的意思是說你們要去訂一個 我們要去想一個標準算 否則說這個簽下去很廣 我們假設喔 我另外再舉個例子 假設某一個立法委員的關係人 是經營一個工廠 那這個工廠跟環保相關法規是直接相關的 譬如他會排廢水 綠是這樣子 那這個委員他對於這個 廢水的 環保的這個業務 他是不是就不能去參與審議 跟排放廢水的標準相關的話 那這個簽下去很廣欸 因為我們的關係人現在 擺得蠻寬的 二清等 這個看起來好像不是很那個 但是是很寬啊 那不是立衝法規範的範圍 不是嗎 應該是行違法的 立法委行違法 行違法 那假設 喔 OK 是 因為這個不是他個人的 其實不是牽涉他個人的部分 我們這裡是習憲裡說 本人跟利害關係人 利害關係人本人而已 本人會有什麼樣的狀況 譬如說以民意代表 你們說第14條這個 民意代表不得參與相關議案之審議及表決 就你們在定這個的時候 你們腦子裡面想的是什麼樣的例子 一般是很少啦 譬如說 比方說有可能是要審漢翔條例 他單獨地理的條例 那他弟弟是漢翔憲任的怎麼樣 那有可能 那個單一條例 行政法人就有行政法人的條例 像中科院他是行政法人啊 那他弟弟是公科院院長 真的也有可能 審議要紅十字會法的話 那這個公職員會 當然紅十字會的董事 那他就不贏 對不對 本會就有委員 好 謝謝 委員請說 請說 我們提一下過去的經驗啦 這個 這個立衝法在89年立法的 那立法的當時的草案 最早是 我記得好像是蝦翔廳委員版本就有 講得很清楚啦 這個第五條的利益它限於 限於私益不包括公益 因為公益的話 這本來就是公職員應該要促成的事情 所以我們在實務執行上來講 對那種 涉及利益的 不管是財產上 或是非常利益 我們都是講的是很具體的 非常具體 切身到個人的啦 那如果你這個是 標的是很明確的是 涉及公共利益 比如說剛剛市長提到說 財政部長決定降稅 經營部長決定降電費 那個他自己都會受益啊 那不能因為這樣 所以他要迴避 因為畢竟他要負責決策 所以這個公益性的東西 我們本來在 舊法立法原因 他是用一句話說明 在立法說明上一句話寫說 公益不包含在內啦 那我們在職務執行上來講 有碰過說有地方喔 地方有議員 他把這個 為了他自己的土地呢 把這個一般徵收改成區段徵收 那被我們裁罰了 因為他就是 那個東西全部都是他自己的地啊 那事實上就是 他為他個人的私益做這樣的事情 那我們 我們在 實務在現行 就算你不寫 我們現行實務執行上 本來就會自動的 限縮到限於私益的範圍 這跟監察員有關係 就譬如說 某一個民意代表 他在某一個地區 有一塊地 那這一塊地呢 是整個大塊地裡面的 其中的一塊 他的比例不管多少啦 也可能很少啦 那這個地方呢 要開闢土地 要徵收這個道路 那這個都市計畫要 可能要處理到都市計畫的程序 那他如果 這個民意代表 他不是在 他在議會發言爭取 然後他甚至到都委會 去列席 用民意代表的身份 這個在地方上常常看到 去列席爭取 那他說是 因為這個地方上有需要 但是他自己有塊地在那個地方 那如果這樣的話會不會違反 這個利益衝擊迴避法 我們 我們只能說有可能 因為在個案中 要去個案判斷啦 我們其實也碰過那種 縣市首長做 都市計畫的變更 他剛好都市計畫中 他有一塊地 那我們不能因為說 他剛好有地在那邊 就不允許他做都市計畫變更嘛 所以 呃 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是 個案去個案去認定啦 但是 一定是切身有利益的 我們會 會 做得比較嚴格認定 那如果說 這是很明顯的公益 我們會直接就排除掉了 對 這個我只能說 委員我們在執行上一定是 個案執行上會去個案認定啦 那 呃 立法上沒有辦法抓得這麼 這麼細 如果說 有必要說 這個像 剛剛市長講說 在立法說明裡面去寫 當然也可以 甚至在記者裡面去寫說 公益 據高公益性的把它排除 這個當然沒有問題 那其實不寫 我們在執行上 也會直接排除啦 就是說 這種很明確的 涉及公益的問題 我們會直接排除 我們還是會看他的 他這個 推動的原因 他的這個背後的目的 以及相關證據去認定 他到底有沒有說 是為了施議 而做這樣的舉動 對 好吧 那我們 這樣如果大家會有疑慮的話 是不是我們就恢復到 我們現行條文 把那個民意代表 不得參與相關議案 加一個現行法的個人利益 我們當時把四個字拿掉 認為說不會有 不會有這個疑慮 這樣認為有疑慮的話 就是說不得參與個人利益相關議案 要四個字啦 好 那就不 不是包括在個人利益裡頭嗎 我的建議這樣子啦 好不好 我們喔 用你的修正版本 但是在立法說明上面 我們請這個法治局 來協助寫一個比較清楚的立法說明 好不好可以嗎 因為我覺得應該要再調整 再調整處理是吧 好 那你有沒有什麼具體的建議 原來的現行的條文呢 不得參與個人利益 但是這個 這條院的意見是說 那關係人呢 這個 呃 民意代表不得參與個人利益 那 或是個人及關係人 那個不是 這個個人利益喔 我們不得參與個人利益 能不能用這個條文 在立法說明上 把他把關係人的這個 定 把它放進去 啊 關係人 這等於 你這算不算是權力的限制啊 權力的限制你必須要明文啊 來請郭主長 報告尾喔 那個 因為第10條在這裡本身是沒有罰則的 那我們回到我們立法委員行為法裡面 第19條跟第20條都有特別講 行使職權那個利益是 增加其本人或其關係人 金錢物品或其他財產上是價值 所以 這個地方其實 本身另外一部 立法委員行為法 對於我們立法委員的部分 已經有一些 限制了 那這裡要處理的 的用意就是 除了立法委員以外的民意代表 對 就是說如果我們 把 呃 立法委員 行為法的這個條文把它 引用進來 把它變成民意 立法委員改成民意代表 這四個字可以嗎 這一條不是沒有罰呢 這一條是 回歸到第6條 然後引用到16條要處罰呢 因為他沒有自行回避嘛 該要回避 這個跟我個人有關係的 該要回避 沒有回避就是第6條啊 就是民意代表不得參與 本人及關係人 對 相關議案 個人利益相關的 就是不包括 非公議 你把那個條文再唸一次好不好 不好意思 立法委員行為法第19條 本章所稱之利益 系指立法委員行使職權 不當增加其本人或其關係 金錢 物品或其他財產上次價值 那第二十二條是 立法委員行使職權 就有利益迴避情勢之議案 應迴避審議即表決 你這個範圍更小啦 你行使職權 對不對你知道嗎 就是 你把它限制在這個 相關議案的審議跟表決嗎 那如果說我們把 這個用 呃 行為法的 精神喔 民意代表 民意代表 不得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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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其本人或其關係人 利益 之表決 之審議即表決 或者是 利益相關 或者是 什麼樣的條文比較好 因為這個是現行法啦 現行法到現在二十年 好像也沒有什麼出錯咧 沒有 好像也沒有案子罰過吧 這個是現場院法的 如果照現 市長的意思是照現行法 那各位的意見 那你說有罰過是什麼 之前民意代表有啊 譬如之前就有民意代表 在議會質詢的時候 要求 某個政府 某個地方政府 要僱用他的 直系親屬 被親屬啊 有這樣的情形 也有 民意代表 在相關的議會當中 要求 就剛剛段委員 有提到的 就是他的 關係人 他所擁有的 很大片的土地 他是要求這個 相關的地方 相關的機關 要更改都市計畫 然後要把 都市計畫範圍 要能夠把他 關係人 所有的土地 能夠含掛在裡面 等等 這 確實是有這樣的一個相關 那個部分齁 據我所知道 那個應該是屬於12條 13條啊 假借職務上機會 比方說立委去施壓 假借職務上機會方法 土本能或關係人利益 比如說顯民服務的話 那是第三人 就不是本人跟 跟這個 關係人 那就回到行為法去處理 齁 另外還有13條 13條 13條是 請託關說 這個有法則嗎 請託關說 所以單 我們這第10條 單純的是針對 法案 你不要參與審議 好啦 如果我們照原條文的話 有沒有 會不會有問題 原條文是指第一項的第一款嗎 第二款的部分用修正的文字 第一款是用線型條文 用線型條文 各位有沒有意見 好 第10條 公職員依前四條規定回避者 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民意代表不得參與個人利益相關議案之審議 及表決 二 其他公職人員 應停止執行該職務 由 該項職務 並由該職務之代理人 執行必要時由各 該機關團體 指定代理執行該職務之人 好我們就修正通過 好我們 我們做一個宣告 因為上午的這個質詢 這個委員蔡毅瑜 提出書面質詢 我們列入紀錄刊登公報 並請相關機關以書面答覆 我們現在休息十分鐘 我們現在休息十分鐘 有請 有請 還是有請 製成 Harvey 您 請 先表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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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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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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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